70岁寡妇怀胎十年终于产子 没想到生下的却是一个穿越而来的废物 这个世界三千体制 她偏偏继承了最无用的荒谷圣体 天将家所预示着男孩一生将无法修炼成仙 这废柴刘开局即便是她拥有前世的神志也无可奈何 幸好爷爷是个厚道人并没有抛弃她 想着就算是个废物以君家在先遇的地位 让孩子过个衣食无忧的日子也不难 恭喜宿主获得千道系统 检测到千道点天地宫是否立刻进行千道 特喵的果然所有穿越的人都会有个系统的金手指 索性就给这老头一个惊喜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八星稀有奖励大成荒谷圣体一句 话音刚落只见天地震战意向频发 伴着一道道枷锁被震罪的声音传出 虚无忠一个个身影竟直接对着孩儿开始跪拜 圣体意向万圣朝拜 我孙儿竟然打破了禁止出现大帝之姿 而就在爷爷为他启明君逍遥之时 因为君家在陷域内的仇家并不是 为了保险起见爷爷刚想将君逍遥的圣体拨动封印子 不曾想这一举动竟直接将闭关修炼的十八倍祖宗从棺材引起了 我君家后人何时做事需要遮掩 把话放出去如果有人敢给逍遥不利 老朽不介意出山杀他的天翻地覆 霸气宣言之后老祖更是宣布日后君家所有资源都要向这个孩子倾斜 并破格赋予了君逍遥零号序列 听到这里爷爷显然已经坐不住了 君是一族有万人之多 这其中只有区区十个可以被老祖赋予序列的族人 拥有序列则代表着可以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 而只有一人可以凌驾在这十个特殊存在之上 那就是历任家主独有的序列零号 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宿主前往太岳谷被签到 然而英君逍遥还是强保状态 所以这任务一等就是三年 这天已经年满三岁的君逍遥正听着爷爷教诲 修行只有跨过了最初的肉身进五虫神藏进五虫 才有资格步入真正的强者行列 可听着爷爷说以自己的体制要用两三年 才可以跨过这门槛 君逍遥却不以为然 并表示自己好像随时都能扑 随即在爷爷的授意下 他便立刻开始运功 不曾想境界的提升让他根本听不下来 直到正是步入神藏进这才作罢 亲眼目睹孙子堪称妖孽的表现后 爷爷差点高兴地归系 兴奋之余便提出要给君逍遥一个奖励随便提 而逍遥的要求便是参观三年前系统 给他的任务太阅补碑 与此同时作为家族检测肉身强度的太阅补碑 钱正热闹非凡 原来是分家述出的君灵龙要准备进行测试 一涨下去波纹扩散 15万斤的数额便映入了众人的眼睛 就当人们惊讶其天赋时 一道嘲笑声突然传出 君灵龙你号称七窍灵龙 心将来必定成胜 比起上次测试竟只涨了3万斤气力丢不丢人 可因为蓝青雅乃是第十序列军杖剑的追随者 君灵龙也没想理会他转身正要离开 听说你拒绝了杖剑公子的邀请 这时面对始终不言一语的君灵龙蓝青雅眼眸 可就在二人即将爆发一战时 却被一个不知何时出现在俩人面前的小孩打断 恭喜宿主到达千道地泰月鼓碑千道成功 获得六星奖励神像镇预计 两个三十岁姐姐竟给一个三岁孩子当众相 可出入职场的孩子却一脸懵逼 他到这里本来只想签到获得系统奖命 不曾想却恰巧打断了正在上演两个母老虎相争的好戏 小鬼你谁啊 知不知道这是哪里就敢乱吵 这吵闹的声音顿时让孩童极为不爽 你问我是谁 天地公君逍遥有意见吗 此话一出瞬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甚至连刚刚还极为嚣张的蓝青雅都被按着脑袋 会下向着君逍遥请安问罪 而直到这一刻中人才算真正目睹了曾轰动君家的神子真容 可君逍遥显然不是来这里作威作回的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太阅骨碑迁道顺便测试一下肉身强度 只见君逍遥运行内力间周身气压开始涌动 那极端恐怖的压强甚至连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无法呼吸 随着他那精致小巧的小手向后续 利用刚刚系统加持的奖力对着骨碑就是一拳 而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一拳 竟让存在千年的太阅骨碑瞬裂换毁盖 见此情形内心震动最大的莫属逍遥爷爷本子 因为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孙儿才刚刚突破神藏镜就立即触碰到了林海静的门槛 真不知道这孩子的上限到底在哪 随即看着因打破骨碑自责的君逍遥 爷爷真是又气又爱 内心早就把珍宝太阅骨碑的损坏抛到了脑后 只想着抓紧回去给孙子讲解不如林海静的法 就要离开时其中一个被逍遥认定母老虎的女孩突然拦住了爷孙俩 去 所有人惊叹震动 因为就在不久前身为地势序列的君杖剑 曾对他亲自抛出橄榄枝却遭到了拒绝 如今竟主动想上位这不就是在打仗剑公子的脸吗 这时似乎看出了孙儿的不解爷爷也开始为他解误 因为君玲珑乃是分家之人修炼资源少得可怜 所以要想往上爬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 而相比于已经追随君杖剑的蓝青雅 君逍遥明显对君玲珑的好感更少 至此这对比例极为不协调的主仆二人组便诞生了 而受了委屈的蓝青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所以在送别爷孙俩之后 他便紧忙来到了君杖剑闭关之所 那个教军逍遥的小鬼打破了太岳古碑成就万物几经 就连君玲珑也选择了追随他 话音刚落只见一股迅猛气息瞬间飙升 下一秒一道俊俏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王布少爷听闻侍女受欺负本想替他主持公道 可听完过程后竟直接带着侍女赴金请罪 只因他招惹的不是别人 正是君家嫡系子孙被奉为奇才的神子君逍遥 而此刻君逍遥正接受着爷爷的审论 没看出来你小子年纪不大还挺会撩妹啊 有了小姐姐就不要爷爷了 见此情形逍遥紧忙开始用上那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不料却罕见地被爷爷一把推开 我问你刚刚攻击太岳古碑的招式你是在哪里学到 而君逍遥自然不能告诉爷爷爷自己是通过系统金手指奖励获取 所以只能谎称是偶然获得的机缘 由于君逍遥今年才三岁 故此爷爷根本没想到他会撒谎 此事作罢爷爷还通知了逍遥在他十岁时 君家会为他办一场生日宴 到那时不管是仙玉还有众多世家大族都会来临捧场 并且当天君家会宣布君逍遥零号序列的身份 属于你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恭喜宿主已触发新的迁道弟弟 请在十岁宴上完成迁道 这特喵的系统是真牛逼 一杆子整到了七年后 我还怎么靠迁道修炼呢 这时君灵龙突然出现在其身后 表示君帐剑公子正在外囚界 这下也让专心研究系统的逍遥下了一顶 然而面对君灵龙是你让我把这里当家的理由 君逍遥却显得无言一不 所以只能告诫他以后 记得敲门顺便问了下君帐剑是谁 他是蓝青亚追随的公子 与您同族算是您的族兄 那么请问蓝青亚又是哪位 她就是刚刚被你教训的那个女孩 听到这里君逍遥本以为来者不善 却没想到出门准备迎战时 发现君帐剑竟把蓝青亚绑了起来要负经请罪 可穿越而来的君逍遥思想早已远超三岁小孩 所以马上便看出了他不是来告罪分明 是来给自己下马威的 足兄你是打算一直让他跪在那里 面对君逍遥的提问君帐剑本想告知 只要获得神子的亮解就会放到蓝青亚 不料君逍遥竟直接选择戳破窗户纸 我这人有个特点从不计个业招 别人惹我我都会当场打回去 所以你也不用打着向我赔罪的幌子 来满足你那特殊的癖好 此话一出顿时气的君帐剑牙齿痒痒 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留着这蠢货 话音刚落指剑在其手中瞬间射出一股灵力气息 而他的目标竟然直指蓝青亚的面目 紧接着半则一道爆炸声传出 带到烟雾散局 所幸君玲龙及时出手这才救了蓝青亚一命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帐剑公子 这时还想出手的君帐剑突然被逍遥出言制止 族兄真是好大的火气啊 在天地宫直接动手族兄是在强行我们 此话一出顿时让君帐剑冷汗直流 误会误会 足地跪为君家神子我又岂敢冒犯 然而还没等他的话说完 君逍遥便瞬间将桌子掀了起来 右腿蓄力尖 直接对着君帐剑就是意见 这突然的暴怒令君帐剑也懵逼了 但让他更为震惊的是君逍遥的力量竟如此恐怖无私 族兄我没骗你吧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就会当场打回去 今天天气不错不如咱俩就在此切磋切磋 而面对如此嚣张的太祖想来 就算是忍者神归此刻也忍不了 随即只见君帐剑直接拿出了一块 名为天元至尊的令牌作为毒 表示如果输了他闺女 如果赢了足地只需要道歉即可 这时听着君灵龙的传音君逍遥才得知 传说此令牌乃是可以开启上古大脑密藏的东西 随后君逍遥竟突然邪笑起来 足兄大气 逍遥在此谢过 这可喵的能是个三岁小孩发出的声音吗 好像一个家族公认的天才少女 竟被一个三岁小孩处处压制 但在场的所有人却没感到意外 只因那三岁小孩正是家族嫡系中的嫡系 出生就惊动祖先破格列为下任君家家主的神子君逍遥 此刻与其对战的君帐剑也明白必须全力以赴 我也仅是第一招便用上了绝学紫皇剑决 不曾想君逍遥只是随手一挥 剑与首分离剑 君帐剑自以为最强的一击竟如此便被轻易化解 怎么说呢 总感觉足兄你 比我想象中还要弱难 话音刚落伴着君逍遥轻描淡洗的意见 下一秒身体与强力碰撞产生的爆炸声便瞬间破散开 烟雾消散间一颗大门牙突然出现在众人眼睹 而他的主人正是刚刚还极为嚣张 现在却被一脚叫做人的君家第十序列君帐剑本尊 作为补助的原天至尊令君逍遥自然也没客气 谢谢足兄的慷慨解囊这战利品我就收下了呀 检测到关键道具 新的签到地点以刷新 请在天元至尊力藏完成签到 没想到随便比个事还有意外收获 这时一旁的君灵龙还在一边为蓝青雅包扎伤口一边安慰他 你整天挂在嘴边的杖剑公子却是你卢草剑 良情责目而欺劝你不要再被他骗了 然而刚刚遭受到主人抛弃又差点没命的蓝青雅显然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你们三个姓君的我将来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说完便流着泪转身离开了现场 我说姐妹你可真会说话呀 怪不得人家讨厌你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那你以后在外面因为嘴欠被人打了可别来找我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君灵龙开始自我怀疑 我有那么差吗 画面一转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七年后 而今年正是军家卫军逍遥举办十岁生日宴的年头 此刻大街小巷正洋溢着欢声笑 这就是军家神岛麻好热闹 如果再能遇到可爱的小伙伴就更好了 神子十岁受艳万宗嘲讽 可主角竟在当天跑了只留下了一行字 闭关太无聊了我出去玩了 三年来军家为了能让军逍遥获得更好的提升 以至于他闭关修炼每天的食物全都是灵丹妙药 此刻他虽然只是吃了一口普通的苹果 但相比于那些苦了八计的丹药苹果的美味 怎知让他流连忘返 回味间才发现旁边竟多出个人来 话说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奉家主之命前来捉拿某位撬官的神子回宫的 这肯定的回答顿时惹得军逍遥尴尬一笑 随即在略显作作的转头间 下一秒直接施展全力向着远处逃去 而就在主仆二人你追我赶时 一道求救声突然让军逍遥停下了脚步 定睛一看原来是位漂亮小姑娘正在发难 明明是你先弄伤小灰灰的你嚎叫什么 这时随着看热闹的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一个老翁本想着用钱补偿来稀释宁 却没想到此话一出更是惹得小女孩火猫三丈 你们竟把我当成了讹人的三叫九罗 她弄断了小灰灰的一条腿 我也打断她一条就够了 此时目睹事情全部经过的军逍遥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敢在我军家的领土上撒野胆子够肥啊 随即只见逍遥突然拿出了一颗吃剩的补补 根本没犹豫直接对着小女孩扔去 但小女孩显然也不是吃素 谁竟敢偷袭本小姐 可虽然女孩挡住了攻击 但手里刚被截获的暗器湿漉漉的触感 让她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哪里来的丑八怪敢管本小姐的闲事 你知道我是谁吗 然而面对女孩的质问军逍遥却根本没放在心上 而且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女孩争吵 如此无理的回答也彻底让女孩爆发了小宇宙 蓄力间 一个剑步便已到达军逍遥的身旁 但她发出的羞怒一击 却也被军逍遥低头轻松堵 而通过攻击的力道军逍遥 也明白了女孩并没有动用权力 应该没想伤她只是想出口气 别逃哇丑八怪 与我大战三板回合 你都抓不到我还和我打什么呀 可看着面前这一对欢喜冤家 站在高处的君灵龙却没办法欢喜起来 因为她看到了女孩胸前的标志 明显是青州江家独有 如果再让俩人持续地闹下去 一旦出事了对两家都不好 但内心中看戏的分量却还是压过了理智 索性就不管了看看二位爵士神童到底孰强孰弱了 小女孩大白天追个人追了十公里 蓝孩便彻底消失在了女孩的视野 此时君家天地宫内君逍遥十岁宴正在进行中 首先步入会场的便是青州江家 那丰厚的礼品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来 此次江家派遣之人乃是身怀先天倒胎的神女江圣衣 以及江家的掌上明珠拥有圆灵道体的江洛梨 而看着一直嘟嘴不开心的江洛梨 众人本以为是因为她与君逍遥的娃娃精造成 直到姐姐江圣衣说话这才恍然大悟 碰到钉子了吧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跑 要是让我逮到那丑八怪我非得削她一顿不可 这时一道声音突然打断了姐妹俩的队伍 洛梨好久不见近日可好 抱歉 您是哪位 在夏荒谷叶家叶星云之前在洛月秘境我们 话到一半没想到江洛梨只留下再见 直接选择忽略向前走去 然而就在姐姐出言责怪洛梨没有礼貌时 叶星云竟然不怒返校 洛梨就连黑脸都如此可爱 我该如何自白呀 画面一转大厅瞬间肃静 诸位千里迢迢来参加我孙儿的十岁燕老夫在此谢过 话音刚落逍遥爷爷明显察觉到了几道不友善的目光 军家第十序列军杖简 第七序列军雪皇 第五序列军万简 以及目光一直停留在某处的叶家叶星云 和天然蒙昧江家江洛梨 这时就在众人起哄要一堵宴会主角军家神子军逍遥时 爷爷尴尬地本想出言解释 随着房顶被突然炸传 一道嘻哈声便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在下军逍遥感谢各位光临我的十岁燕 我这装逼的方式大家可否接受啊 百岁老头为孙子举办十岁生日宴 竟把一个十一岁女孩作为礼物送给孙子当未婚妻 但爷爷却想不到两人已经有过一面之缘 其实在军逍遥出来后江洛梨便已有所察觉 因为除了脸以外无论是衣着打扮 还是身高都和那人几乎一模一样 而作为主角的军逍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她 所以在面对江洛梨大庭广众的询问身份 不想宴会被搞砸她也只能选择否认 并且为了掩饰还给自己加了一段戏 而看着军逍遥英俊的面孔 一时间江洛梨竟也相信了她的话 同时还露出一副花痴嘴脸 见此情形爷爷惊讶之余 突然对着军逍遥屁股就是一掌 你小子可以啊 还没等我介绍你就勾搭上来 这就是江家的掌上明珠洛梨姑娘 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娃娃 亲本尊你的未婚妻事业 紧接着她便突发奇想 如果能想办法让女孩讨厌 自己就可以毁婚了 这时只见江洛梨玉手伸进了袖子中 下一秒竟拿出了一颗灵丹 交到军逍遥手里 这是不老权之水炼制的灵丹快吃吧 答应我保持现在这张脸不要长大 不然就不可爱了 这一系列爱恼的话 不禁让军逍遥感到一阵尴尬 随即更是下了决心 定要把这桩婚事推掉 而在人群中搜索了一下后 目光很快便锁定在了军玲珑身上 小手倾台间便开始了手语传音 你赶紧跳出来 就说我们已经私定终生 事成之后价格随你开 然而即便是军玲珑惊讶 平时一毛不拔的神子竟然出了高价 但他还是选择了果断拒绝 我还想活着离开这里那你别闹 而就在军逍遥懊恼间 大厅内的众人已经开始为两人庆核 这在这时随着一道拍桌子声出现救星来了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这特喵的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男孩未追女孩大闹订婚宴 不料准新郎却乐在其中 因为新郎官也不想被包办婚姻 所以面对男孩的挑战准新郎恨不得马上落败才好 随后军家神子和叶家少爷的对战很快便被传开 唯独一人泰然自若旁若无人 听说你此次特意出关就是为了来参加神子的十岁宴 毕竟是三岁就将你击败的人我也是很好奇 这嘲讽的回答顿时惹的军帐见面色一黑 但相比于军雪皇他更在意的还是眼前这位 因为他完全没搞懂这个武学怪吃为什么也会到此 画面一转在宴会楼外的操场上 还没等裁判宣布完比是规则 挑战者叶星云便已摆好架势 听到开始的一刹那身形如弦一般便射了回去 速度之快让军逍遥也为之一净 就连一旁观战的众人都在夸赞叶家的星辰王体果然名不虚准 但不曾想军逍遥竟然选择正面硬钢 并且仅是一击便巧妙化解了叶星云左手的攻势 而后伴着叶星云右拳再次行 又是向身旁一闪遍躲开了攻击 随后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攻守转换 双方这才彼此作罢分散了开 而此刻最为震惊的莫属于叶星云本 因为他知道在外人看来军逍遥一直处于下风被迫躲避攻击 但实际上则是自己根本碰不到军逍遥 可心爱之人就在身旁观战怎能就此作罢 迎接着他便咬了咬牙 刹那间伴随着一缕铝色气焰自体内生疼而住 一道古老印记在额头上缓慢伏现 下一秒星辰真身四个字便被叶星云吼不出来 这绚丽的一幕不禁让军逍遥感叹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败 可叶星云的攻击却根本没打算给他时间畅显 在巨大的撕扯立下军逍遥这打后之后举 卧槽好像完大了 男孩为了争夺配偶权对情敌使出致命一击 炽热的火焰几乎将敌人全部楼上 可情敌却不慌不忙还露出诡异笑容 只因这一切都早已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自军逍遥体内散发出的金色灵气 不禁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但因为荒谷圣体从上古时期就已变成鸡肋 以至于大家都误认为军逍遥能做到如此已经是穷幅末路 我不其然在双方正面对空间 伴随着咔嚓一声闷响 最终结果还是以军逍遥不敌叶星云惨败告终 眼看着军逍遥从高空坠落 但作为师数者本人的叶星云此刻却一脸问候 就连裁探看到军逍遥口吐鲜血的凄惨模样 都忍不住吐槽他不至于对一个十岁小孩下如此狠手 然而此时可能只有叶星云知道自己有多个愿 因为就在刚刚双方对空间 军逍遥竟然还有时间对着他抛妹眼 而就在他感到不解释 没想到军逍遥竟突然收利 因此才造成了被击败的假象 最气人的是此刻军逍遥还在演 请不要责怪叶公子 他实力超群我真的甘拜下风 逍遥自质愚钝不敢耽误江小姐前程 可女主角江洛黎却不想如他所愿 没关系逍遥哥哥 就算荒谷圣体是鸡肋 我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 就在这时一道嘲讽声突然自不远处传来 这就是所谓的上谷最强体质 连小小萤火虫都打不过也配号称人族圣体 这来历不明的几人顿时惹的君逍遥为之一了 但爷爷却认出了他们乃是太古龙族之人 这时只见蓝青亚突然被一把抓住 直接对着地面大力砸去 本大爷可是听你说有突破枷锁的荒谷圣体 才去尊到此 既然情报是假的你也可以去死 这个还到底有多简 背叛家族泄露机密只为找到帮手血洗足门 不料帮手到场后就翻脸不认人 就要将他斩杀时 还多亏家族出手救回一命 不曾想帮手仅是三言两语 女孩竟又立马当了舔狗 甘心成了帮手的女 而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三个月前 此时身为君家敌对势力的祖龙朝政一片祥和之气 恭喜龙子大人成功融合龙园 而面对恭维主角龙浩天却不以为然 表示他大哥早已融合三枚龙园 自己迟早有一天定要超过他 这时一道嘲讽声突然打断了众人的聊天 只是融合了一枚龙园就沾沾自喜 殊不知隔壁君家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 真是可笑 话音刚落女孩便被抓来扔在了地上 而来人正是因嫉恨族人叛离君家的蓝青雅 看着龙浩天那张兴奋嫉妒的脸 蓝青雅庆幸她还真是找对了人 画面回到君家天地宫大殿前 看着那张极度嚣张的脸 君逍遥显然也不愿再半猪吃虎 我说哥们在我们老君家的地盘打我们弟子 你几个意思啊 而此刻最难受的莫过于蓝青雅的前任主任君仗姐 这叛徒大闹神子宴会要是追究起来 恐怕我这个地势序列身份都要辅住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根本没想那么点 吩咐完君玲珑将蓝青雅带走后 便主动提起当年老爹君无回首四龙族至尊 将其八匹抽筋后龙族就是我们老君家为死 但你想报仇找我来就行 欺负女人实在是恶心至极 怪不得这么多年你都站不起来被人看不起 这事伴随着放肆两个字从上空传出 龙浩天手下两名徒从眨眼间便来到了君逍遥身体 然而根本没用君逍遥动手 身后两道灵力气息爆发间 便直接将二人崩溃到飞而出 这里是君家 还轮不到你们这群香巴佬在此撒野 一族强者吹下进攻的浩尘 君家序列催哭拉朽给予致命一击 同样是年轻一辈天才差距竟如此之马 我君家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衅的没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众人惊叹出声 这出手的还只是君家第十序列和第七序列而已 荒谷世家的底蕴在此刻显然已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看着手下居然被轻易地击败 祖龙朝龙子在愤怒的边缘徘间 手掌突然略微地抬起 伴着第十序列军杖剑瞳孔瞬间放过 一步凌厉气势眨眼间便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可即便是军杖剑认出了此招乃是龙族大神通劫龙使 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于巨大结果 也只能是被一击轰退 而看着龙浩天竟然想赶尽杀绝 第七序列军雪皇本想出手制止 不料龙浩天却直接把怒火转移到了他身上 速度之快让军雪皇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对 这时暗中一只小脚蜜利剑 忽然顺身来到军雪皇身前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并且令龙浩天更为惊讶的事 那道交小身影仅用了一只手便做到 只因他不是别人 正是军家灵浩序列天地宫神子君逍遥 只见逍遥先是看了龙浩天一眼 紧接着手掌瞬间发力 下一秒便在龙浩天的震惊中 直接一拳正面将其轰的盗飞而出 可应接了攻击的他却不怒反笑 有点意思 这才是突破枷锁的荒骨圣体 足兄足姐你们先退下 这小哥是来找我的 话音刚落俩人本想出言劝手 不曾想这里的动静竟然惊动了你 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十岁燕 就让他亲自为四方豪族助助兴 随即场面先是出现了短暂的风平浪静 然后伴随着两道细微风声传出 对风产生的爆炸声瞬间传遍了整座天地宫 紧接着看到双方你来我往的迅猛攻势 叶星云不禁怀疑到 刚刚和他对战的军逍遥真是他本人吗 少爷不要眨眼好好看他 真正在时代顶端争斗的 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而是怪物 而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怪物 一代天骄上演怪物对跑 强悍斗气化为利剑撕裂天空 战斗余波让在场所有人无一幸远 却在某一时刻烟消云散 原因就是眼前这个战篮屏障 原来是爷爷怕两人战斗殃及无辜 特地施展法术形成保护罩 一方面保护了观众 另外也让鄙视之人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战斗 带到烟雾散去 只见两个娇小身影便映入了眼帘 你好像很高兴 你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上一辈的恩怨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我高兴的理由很简单 好不容易就突破天道枷锁的人族胜体打一架 怎能不叫人兴奋呢 话音刚落只见龙浩天周身突然光芒闪烁 气息外放间竟隐约有的树道不孝生哭 接我这一招可好 真龙困天树 而看着对手全力以赴的模样 君逍遥竟也罕见地开始小认真起来 双手结印伴着古老咒语同军逍遥口中传出 刹那间就连爷爷也瞪大了双眼露出不可思议的零起 阴阳 以一阳成一统万物滋形 以太旋玉器凝结为刃化作神兵 这时看着无数道金色光剑凝聚而成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此招乃是军家秘法兵法诀 而就是这愣神的一瞬间 位于战场中央两人已然带着各自绝学开始正面对冲 只见无数道金色光芒剑缝插针涌入到神龙体内 下一秒伴着此声催醒 龙浩天的权力一击就这样被化为乌有 而且龙浩天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 击破神龙的兵法绝在军逍遥的控制下 犹如一只利剑一样眨眼间便冻穿了龙浩天的防御 将其瞬间吞没 片刻后带到烟雾逐渐退散 龙浩天就这样被摧枯拉朽正面击口 但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还有着一道阴暗目光不断闪烁 可显然军逍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只见他先是转了个身 挥舞起手中的拳头后 下一秒竟直接得意地对着军家众人指去 那态度很明显意思就是快夸我快夸我 你这臭小子可不要得意忘形 然而爷爷话还没说完瞳孔瞬间怒争 目光所至那已经宣告失败的龙浩天竟突然来到军逍遥身后搞起了偷袭 听闻动静的军逍遥刚把头转回去 一片血雾便在这寂静的空中瞬间飘散 他是一代龙族圣子受外人敬 如今却被一个小屁孩一招击败 往日的荣誉感让他忍不住竞选和搞起了偷袭 怎料偷鸡不成反射拔 面对致命一击军逍遥不仅毫发未损经浅动 而且这偷袭的举动也激起了逍遥的杀心 你特喵的到底在搞什么 话音当落只见军逍遥对着龙浩天就是凌空一脚 可让他惊讶的是 即便这一击命中了龙浩天的头部 他竟然分毫未动 紧接着伴随龙浩天胸口处突然光芒闪烁 下一秒气息暴涨间竟然突破了境界实力踏入神桥镜 这时虽然军逍遥一脸问好 但不乏一些有眼力的人瞧出了端倪 这龙子强行催动龙原突破神桥镜 恐怕只会让他根基不稳有害无益 可此时的龙浩天已经像变了个人一样 在释放气息停止的一刹那 便没有丝毫犹豫禁止地向着军逍遥冲去 这时军逍遥也看出了不对劲 随即在躲过龙浩天的横冲直撞后 他果然发现了问题 只见龙浩天周身已被树到灵力丝线 曾经缠绕 很明显定是有人在暗中操控着他 而且那人的位置应当就在天上 紧接着一股灵力气息在其手中凝聚成闪电墙 成形的瞬间便直接对着天空甩去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曾经所向披靡这种 在到达目标前方的一刹路 竟直接被强行捏碎化为乌鱼 并且让他更为头痛的事 此刻失去意识的龙浩天就像个疯子一样 只会追着君逍遥横冲直撞 喂 你醒醒啊 被人当成傀儡操控算什么祖龙朝龙子 而见到语言刺激并没有什么卵用 君逍遥甚至想出了以活碰头的方式 希望可以把龙浩天撞起 然而这一撞不要紧静把系统给撞住 以触发迁到地点十岁燕宿主是否迁到 可喵的这狗屁系统再不出来 我都以为他狗屁了 这时伴着君逍遥选择按下迁到按钮 一道名为至尊谷的奖励页面便蹦了出 至尊谷顾名思义就是至尊的谷托索 持有者能够越阶使用至尊级大神通 解锁至尊级大神通上苍结光 而随着系统提示音消散君逍遥周身 便突然散发出耀眼光芒 卧槽 这难道是至尊谷 这君家真的个个是妖孽太可怕了 这小子什么时候拥有一块至尊谷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理会众人的惊讶 只是想到君灵龙曾对他说 所谓至尊就是那些站在荒谷 先遇巅峰不朽不灭的存在 其眼中 原来你就是龙族的至尊啊 想杀我却拉不下脸面亲自动手 于是就把小辈当玩物 早就听闻我家老爹曾首次龙族至尊 今日我君逍遥就要此成复业 在此灭了你这藏头鹿尾的大吉丘 而伴随着君逍遥向天一指 那一缕神光竟然直接将神龙全部轮罩起 以至于下面的众人甚至都听到了 光芒燃烧龙铃的声响 而后更是在一片惊讶声中 一代祖龙朝巅峰高手幽龙至尊的身形 竟然真的被君逍遥给逼了出来 可此刻的他却并未理会众人的追捧 只是看向了天空 胆小鬼 总算是出来了 斩主龙朝龙子 并扛幽龙只至尊 君家神子君逍遥 超越十大高手的零号序列 就在今天正式登场 就在刚刚龙族至尊在高空被逼现身 本想稀释宁人 不料换来的却是轻蔑一笑 先来君家挑事而后又用下三滥手段针对我 现在轻飘飘地说几句话就想走 你好大的脸面啊 紧接着面对幽龙至尊略显高傲的询问你想怎 只见君逍遥手中瞬间光芒闪烁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今日我要此成复夜 再次图问你这条幽龙 这轻蔑的言语顿时让幽龙至尊痛苦怒争 下一秒伴随着至尊强者的气息瞬间爆发 一些实力较弱的人便已扛不住威压敦服在地 而反观威压作用的直接对象却坚挺无处 那波澜不惊的目光 甚至让在场所有人不惊产生怀疑他真的只有十岁 就连幽龙至尊也暗自叹息这小子竟能凭借真灵境的实力承受着荣雅 这时只见君家第五序列君万劫脚步轻易 手中雷光闪烁就要出手 不料却被身后的爷爷拍了拍肩膀 摇了摇头意思很明显此时还轮不到他动手 因为爷爷已经感受到了自君家后山迸发而出的恐怖威压 并且那声音是令在场所有君家子弟都熟悉不过的 而作为主角的幽龙至尊同样也嗅到了危险气息 然而当他见到能量光束的一刹那已经完了 那犹如利刃一般的能量链条眨眼间便正面轰中了幽龙至尊 伴着腿看雷光在其周身不断闪烁 只见幽龙至尊的一条手臂已被人身分离落在了广场上 这雷霆一击直接令在场所有人都懵逼了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实力 可以如此轻易地砍断一个至尊的手 可君逍遥却没想那么多 只是若有所思地把头转向了十八祖大力 此时君家十八祖正单手掐着龙浩天 淡定的面向天空表示你本可带着这小鬼安然离开 但你却选择了在君家出手 君十八你给我住手 你敢杀他 何止是他 你也一样 而眼看着老祖已经起了杀星君逍遥本想出言制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只听咔咔一声脆响他便愣在了人里 而眼看着龙族龙子被杀幽龙至尊也冲昏了头脑 一边向着老祖冲去一边怒渴 你这疯子是想掀起祖龙朝和君家的不朽战吗 可老祖却对他的威胁视而不见 大手一挥肩 竟然直接将一代幽龙至尊真身拦腰砍断 片刻后大地上便只留下了处处残躯 而更让大家吃惊的还在后面 老祖竟吩咐了爷爷去把这条黑龙烤了用来招待来逼 而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了此次宴会的宗旨 我君家有十大序列各个都是爵士天教 但在这十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 那便是未来的君家家主 被赋予零号序列的神子君逍遥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理会众人的惊讶 只是盯着老祖在看 而老祖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便将手中的龙浩天扔在了他面前 表示这小子体内还有没炼化的龙园 你且将其取出自行吸收对你大有必义 宴会结束后再来见我 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鱼肉 可真要轮到吃的时候却都下不去嘴 更何况吃的还是一代龙族准至尊强者鱼肉 此刻君家正用刚刚击杀的幽龙至尊之血肉招待来宾 但身为君家第七序列的君万杰 却没把心思放在这上 然而当他找到组长时还没等说话便被噎了回去 你想问君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争夺吗 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 没有 他的零号序列是在他刚出生时由老祖亲自指定 这或许对你们来说不公平 所以老祖才允许你们随时可以向逍遥发起序列争夺战 他绝不会插手 而听完叙述的君万杰先是思考了一下 随即便杨庄有事离开了宴会大厅 此举也颇为被组长欣赏 想来如果他现在在宴会上对逍遥发起挑战 那君家的脸可就丢大了 这时只见组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便询问手下逍遥现代 而在听闻逍遥准备去炼化龙园 并且要一举从真灵境突破至神桥境时 深知跨境突破的威胁 组长便立即下令马上找到君逍遥 让他立刻存止那疯狂行为 画面一转在君家深处的高楼上 君逍遥默默地将龙浩天的骨灰交给了君灵龙 烧了 在这里找个地方帮我给他买 您似乎对此事很不高兴吗 在你看来我确实应该高兴 打败对立家族的后起之秀 硬抗了比自己高七八个境界的至尊威压给家族长了脸 这个世界的人命还真是贱 然而听到这里君灵龙本想着安慰逍遥 还在表示这个世界本就是弱弱强食 他敢来这里挑事就要有牺牲的准备神 又何必见 可在听到君逍遥默念那这样又和野兽有什么区别 君灵龙却微微笑了起来 您思考问题的方式简直就不像这个世界 但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满 那就只能成为至尊上的至尊天下唯一的大人 只有这样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突然笑说声 心中默念不论是重生还是戏的 既然得到了这一切终归是有理由 天上地下三千世界 可为大帝方可逍遥 这时伴着一股隐晦气息从君逍遥体内破爽 一时间竟让君灵龙的瞳孔瞬间放开 因为他的脑海中看到了自己不敢想象力 那便是长大后君逍遥 正接受着万人敬仰跪伴 天地之鸣响彻者不怀孕 而伴着一丝丝刺痛刺激着君灵龙返回现实 他便明白了这乃是自己的七窍灵龙 心窥见的未来常理 也就是说神子他未来真的可能会成为主宰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想那么多 只见他找到了一片空地手中龙园闪现而出 荒谷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就会引发雷解 你先离开免得被波及 记得给我找一件新衣服 话音刚落只见天空突然乌云密尾 而伴随着龙园在逍遥手中被缓慢打开吸收 远处的众人便看到了令人惊恐的音乐 就连刚赶到此地的组长也只能瞪大双眼 因为此刻雷解已经将君逍遥的娇小身躯全部笼罩其中 晴天硬汗急速闪电 傲视苍穹为我君家神子 无时会尚可触碰天道 十万雷解助我不想胜全 强烈的能量波动瞬间扩散 而眼尖之人看着那金色灵气便已认出定是君家神子 在渡荒谱圣体之间 这时只见渡劫完毕的君逍遥缓慢抬头间 露出的真容竟退去了 往日的幼稚变得更加坚韧体 望着面前那雷解的余威似乎还不愿退死 君逍遥手掌缓慢展开抬起 下一秒竟然一掌拍碎了结语 这震撼一幕顿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来 纷纷感慨着大争之势 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一个人的舞台了 然而此刻君逍遥却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雷解之力和龙原理的能量 大部分都被至尊羽吸收 以至于他的实力 目前距离神桥镜还是差了一遍 眼下要想快速获得进阶 只能寻求天才地宝来滋养至尊羽 随即看着正好赶来的君灵龙 便通知他宴会结束 自己要离开天地宫去周游历练 立刻去找找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 说完便转身向着老祖住所走去 与子宏时在祖龙朝内 无上至尊正对着虚无愤怒咆哮 真当我祖龙朝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 这时只见身旁之人发出无奈之音 君十八世君家出了名的疯子 要找他报仇太难了 但同时又有人提议 既然他敢诛杀我们祖龙朝龙子和龙族至尊 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恋呢 想来那君家神子也快到了出门历练的年纪 待我们龙傲天闭关出山的那一天 定能横扫鲜遇年轻一代 到那时杀一个君家神子还不是随手可为吗 画面一转君家神子十岁宴结束之急 当座上飞行器离开夜少爷便被管家询问此行收获如何 君家神子身怀荒骨圣体以及至尊骨两种超绝体质 修为更是远胜于我 而他却没有因此具要甚至对我以理相待 我可真是个废物啊 这时管家看着略显随飞的少爷还以为他倒心被崩坏 直到听着他接下来的叙述这才放心下来 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石 但有些东西总得靠自己去争取 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 谁又能预料到最后到底谁输谁赢呢 不隔背轻是天生的 那么如果隔了十八倍轻又会是一种什么体验 正如君家第十八倍老祖一样 看着吸收完龙园身体发生蜕变的孙子是越看越爱 随即便突发奇想询问君逍遥 如果多年后你成为了天帝该当如何 如果我成了天帝定当镇压敌人维护世界和平 但如此循规蹈矩每个天帝都尚解 如此是不是太无聊了 这时看着老祖略显疑惑的目光 一阵虎狼之词直接从君逍遥的口风标注 我为天帝必将开创一个正古朔经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新时代 一个有手机有网 凡人亦可触摸星辰尽情享受在宇宙中自由飞翔的快乐 说到前面还好 后面莫须有的话直接给老祖听懵逼了 但已经知道孙子有远大报复所幸也没想那么久 来到君逍遥身边便询问他可想学习路仙剑决 就是您一见斩杀幽龙至尊的剑决吗 剑乃百兵之军 荒谷仙玉的剑决好如烟海 而为猎其巅峰的则被世人称作五大神诀 我君家的路仙剑决正是其中之一 可因为他威力强横想要学会也是难上加难 以至于如此这路仙剑决才不对普通族人开放 免得他们浪费几十年的光阴 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下 这剑决就当是我赠予你的底牌 话音刚落就当君逍遥兴奋的锦王对老祖行李时 又被老祖一盆冷水浇了过来 虽然答应了你学完第一试就可以出门闯荡 但你要记得从今往后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老头子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再出手帮你了 画面来到数日后的君家仓库外 此刻下人们正对着仓库内的人连连称赞 不愧是神子身边的侍女 我们大半年的工作量玲珑小姐几天就干完了真是厉害 然而此时在里面的君玲珑却没时间理会外面的追捕生 因为在整理清单时他发现了一则书写 玲珑无有禁忌 家父重疾再生无力参加君家神子的十岁宴 君家贵为荒谷无上世家 恳请赐不死只要一诸以救我国之君亿万灵云 诸雀国愿以国相报 看到这里君玲珑便想起了儿时的那道歉意 很明显这书信根本不是写给神子的儿时给他 就在这时一阵无形威压突然将君家全部掳放 随即转头查看间 目光所致威压来源正是神子君逍遥闭关的点 先见觉现世引来无数强者为官 族长本以为是老祖出山 可明眼人却看出了这套剑诀招式还尚不成熟 定时内仅用了三个月就将陆仙剑诀学会的妖孽制造出 此刻在君家祖地内 君家第十八代老祖正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在看 只见烟雾散去一道话语变传入耳朵中 老祖 我这是仙云可算何不 这戏谑的一幕不禁让老祖突然发出哈哈大声 老夫当年参悟这是仙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没想到你小子哈哈 紧接着直接路拍胸膛 欣赏宠溺地看着祖孙君逍遥大声发出豪言壮语 去吧 是时候去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 画面一转君逍遥便已离开了君家祖地 闭关三个月吸收着空气中自由的味道 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闭关前托付小林子找的地方 不知道什么地方 而当他刚想去找爷爷雌行却发现爷爷已经来到他身边 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爷爷直接还了他一个白眼 别看了你这臭小子 搞出这么大动静我身为君家祖长能不来看吗 之后再听说君逍遥已经学会了路线见诀第一事 发出感慨的同时也很 你这臭小子从小在我身边找他 我怎么没发现你身上还藏有一块至尊物呢 而听着爷爷的问题君逍遥自然不能承认自己有千道系统的事 所以便敷衍爷爷爷你这个大孙子可是个宝藏男孩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 话音刚落爷爷爷也没想听他的平嘴忽然正经起来 表示你身上因为有两种顶级体质 所以修炼也要付出双倍精力 特别是荒谷圣体在你出生时出现万圣朝拜后 其中还隐藏着尚未觉醒的意象需要你自己领悟开启 但我却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二种圣体意象 这时看着突然迈起关子的意义 君逍遥便紧忙对爷爷发起了曾经百事不爽的撒娇攻势 逗得爷爷直接将他推到了一旁 询问逍遥你可曾听说过盘武神朝 那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尖事 虽然他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 但我军家同样也出过七天大 而这个盘武大帝身上就存在荒谷圣体 传闻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陵可能和他有关 但那秘境似乎是不对外开放 不过如果你非要进去 爷爷为了你的前路强闯一下也不是不可 这戏谑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发出感叹 老君家这股霸道劲还真是一脉相传啊 随即便承诺爷爷不用担心 等出去历练有机会一定会去盘武神朝一探究竟 可就在爷孙俩结束对话没多久系统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可悲催的是系统显示的迁道地点天元至尊密葬和盘武 都是君逍遥一时半会去不上的地方 这时随着逍遥眼神突然放大 目光所至只见一个窈窕身姿正立于竹亭内安静八感 哟 你该不会是在等我了 我是您的侍徒 理应在此等候 而君玲龙如此恭维的胡话听得君逍遥也是浑身发产 表示你可别这样我身的慌有事你就直接死 这时只见君玲龙递过来一套竹简之后 竟突然对着君逍遥跪了下去 而逍遥本想斥责他不要随便这么唐突的下 但看着竹简索性便决定先查看一份 随即一个朱雀古国的地名和一株不死药便映入了眼中 并逍遥惊喜的是在答应了君玲龙的请求后 没想到还意外激活了系统签到朱雀古国皇宫的任务 18岁国王身患重病命在旦夕 唯有求得不死药才能摆脱死亡重获新生 而看着皇女为此整日烦忧 国王本想放弃生命让皇女解脱 不料就在今天不死药终于有了眉目 这时在听完侍女通报 青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偏殿等候 气得朱雀佛王气血瞬间上涌 踏点没嘎过去 见状皇女拜玉儿紧忙安抚父王切勿动力 表示自己有办法应付他您就放心吧 不久后画面来到大殿中 看着正对自己恭敬行礼的拜玉儿 青龙古国大皇子肖臣不由地发出一声看戏 你我之间又何须这般客气 几日不见你又憔悴了不少了 说完还不忘将此行的目的表明 让他尽管放心 等到两人大婚之日 青龙古国定会奉上不死药作为聘礼 话音刚落旧父心切的拜玉儿 也只能假装微笑回礼 内心只希望他到时候别反悔就行 直到送别萧尘后 拜玉儿的贴身侍女也是没忍住开始吐槽 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王一起探寻秘境中的毒 他们却以此要挟殿下联姻还真是不要了 听到这里拜玉儿怕隔墙有而紧忙让阿珠闭上了嘴 但同时他也明白如果联姻成功 朱雀古国就会彻底陷入被动 祖上传下来的这份积业也迟早会被青龙古国吞掉 而就在他为此惆怅不已时 一道通报声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报告殿下 君家 君家终于回信了 见状拜玉儿紧忙打开了玉子 上面君玲龙的字迹让他瞬间大喜过往 太好了父王有救了 画面来到君家天地宫内 此刻君逍遥正盯着面前发呆 选择困难正在他身上被展现的淋漓之举 惹得老婆婆忍不住对君玲龙开始吐槽 小姐 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呀 以神子的身份理应成做九龙玉女 怎么在这些异兽里挑选呢 这时只见君逍遥突然来到君玲龙身边 询问他那个叫拜玉儿的说 求得不死要愿意以国相报 是指臣服于我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势力吗 话应当落在君玲龙说了肯定的回复后 也解释了其实君家每一位序列身后 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势力 就连帝时序列君杖剑背后 也有听命于他的古剑宗 朱雀古国近年来虽国力衰弱 但那皇女拜玉儿 却身怀朱雀神火也算是一代添交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咧嘴一笑 嘲讽君玲龙 你不会只是在为你的小姐妹求情吗 这是一项面无表情的君玲龙 竟直接换了副嘴脸开始装可怜 表示玲龙岂敢 玲龙对神子绝对一心一意 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 坑骗神子的不死药 行了你别演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不过我确实也不想 把什么鼠雀之辈都收入灰险 朱雀古国配不配这猪不死药 还需要亲眼验证一下 而听着君逍遥耐于常人的想法 君玲龙正感慨着自己 当初冒险认主简直太伟大 却突然又被君逍遥的奇葩行为 弄得一阵无语 只见君逍遥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 竟然选择了一只羊驼为坐骑 非要骑着他去朱雀 啊呸 咋的我不配吗 背弃族人勾结外族为货军家 按照族规理应将四肢定在木桩上 用阳光暴晒直至干枯死亡 可处置者君逍遥却大手一挥 扬言自己未来可是天下的大地 让君玲龙拿出纸笔 记下出山前来自君天地语录的第一条 那便是不叫而杀位之虐语 不久后在君家地牢中 听着牢门开起声 蓝青雅显然早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表示自己只有一个请求 给我个痛快吧 然而君玲龙却根本没理她的话 只是宣告着神子对她下达的处罚 蓝青雅你勾结外族为货军家 神子罚你常跪在天地宫外一年私过 一年后恩怨自清你将被逐出军家 若你仍旧心怀怨恨 可以随时向神子发起挑战 但若你仍不思悔改 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军家 那么神子将会踏凭你所勾结的任何势力 然后亲手杀了你 与此同时听闻此事后 爷爷正为君逍遥的心软担忧 但族中长老却发表了不同意见 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 在这天下皆行霸道的时代 他却想走那让万民臣服的王道 但这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万民皆服呢 画面来到几日后的朱雀古墨皇宫妹 看着只有君灵龙竞争的如鱼而至 起初望外的玉儿殿下激动地连连表示 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 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 可话音刚落君灵龙便一盆冷水浇在了她头上 表示麒麟不死要有事有 但却不在她手上 我的主君说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 值不值得她拿出不死要 所以才没有一起过来 这时听到君灵龙的描述 让玉儿殿下忍不住发出感慨 天哪 你的主君 能让你这般天骄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妖孽 此话一出响起神子平时的样子 顿时惹的君灵龙苦笑一声 表示这个只能等见面你就知道 此时在皇城内的一个酒楼中 看着酒水已经全部上齐君逍遥 忍不住发出一阵感叹 这就是好酒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吵闹的家伙 那就更好了 我要的是你们这里最好的酒菜 你就拿这些垃圾打发我们 想要了殿小二的名 看着因疼痛流泪却一声不吭的殿小二 令男人更加心生怨恨发出邪魅一笑 就要捏断脖子时 却被一人突然拦下了动作 怎么 朱雀史也想来扫兄弟们的心 不 我只是觉得青龙史不必为了这种 不入流的小丝动物 如果这家酒楼不行 我给您换一家更好的就是 这时只见青龙史就像扔垃圾一样 把殿小二甩在了地上 表示这一次就看在朱雀史的面子上 饶你一次 说完便潇洒转身离开了酒楼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已被君逍遥禁收眼底 可令他意外的是 朱雀史竟然亲切地握住了殿小二的手 交给了他数枚钱币的同时 还安慰他这些钱你先拿着 再忍忍一切都会过去 这奇怪的一幕顿时惹的君逍遥好奇心飞起 随即紧忙抓住了另外一名殿小二上菜的见细 询问刚刚那些人是什么人 在朱雀皇都都这么嚣张 你们国主不管吗 随后听着殿小二的叙述方才得知 原来朱雀国主前些年和青龙国主携手探寻密集 结果不幸被蛇魔所伤身中剧毒下不来床 唯有麒麟不死药方可医治 恰巧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了 但条件就是要和朱雀皇女联姻 而刚刚那些人正是前来联姻的青龙古国大皇子手下的人 听到这里君逍遥突然笑了笑 表示内不死千金难求 你们真的认为青龙古国会舍的吗 然而殿小二却没想关心这些 此刻他只知道皇女都在忍受屈辱 他们自然也亦不容辞 而看着君逍遥疑惑的目光 殿小二显然已经明白了他就是个外敌人 紧忙表示朱雀皇女在他们眼里就是信仰的存在 因为皇女身怀朱雀神火 神火不灭朱雀不亡 所以皇女殿下就是我们朱雀国子民信仰的象征 听到这里君逍遥大致已经了解了目前朱雀古国的情况 随即不久后他便来到了皇女寝宫处 这时在两名守卫模样发现他的一刹那 刚准备动手发出雷霆一吼 不曾想君逍遥只是微微一笑 下一秒其身体就已经越过了二人数十米远 见此情形两人也明白此等高手不是他们能对付 随即紧忙大声呼叫了敬畏君前来帮忙 来者何人 报上姓李 黄州君家 君逍遥 话音刚落只见先前那两人直接懵逼了 但还是抵制住了恐惧表示 即使你是君家贵人也不能擅讨皇女寝宫了 这不屈不挠的精神顿时让君逍遥对于朱雀国的评价又增添了几个 这事伴着朱雀皇女急匆匆地打来 下一秒一张惊恐的脸便映入了众人的眼睛 完蛋了 察觉到气息就立刻赶了过来 结果还是没赶上 不为一代皇族圣语受万人敬价 却在主名面前向一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当众下落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才让男人给了他一盏茶的功夫陈塑 就那当当 朱雀国玉儿殿下想着闺蜜君玲珑的介绍 我家公子虽然年少但性格怪典 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而高看 我若开口只会徒增他的反感 因此想要从他手里得到不死药 只能靠着自己争取 然而如今的情况却让玉儿殿下老汗直流 因为君逍遥不请自来的缘故 当他得到消息前来迎接 皇宫侍卫已经把君逍遥团团为主 吓得玉儿殿下紧忙拱其手 以千金之躯当众向着君逍遥赔罪 可君逍遥却毫不领情 表示想必你就是朱雀骨活的皇女吧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何而来 可你却没有提前通知手下 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到来 说完君逍遥就要转身离开 不料玉儿殿下竟直接跪了下来 公子留步 冒犯之处请公子刺罚 只求公子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话应刚来只见君逍遥回头的同时 手掌灵光闪烁间 竟直接隔空受物把玉儿扶了起来 一个只想君玲珑便出现在了身旁 坐在椅子上这才把话放下 你一个皇女当众下跪成何体统 既然如此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一斩茶的功夫看你如何说服我名下 这时只见玉儿先是咽了口破 随后快速整理语言表示 火舟欲广三千里 地大物伯扶原辽阔皆为朱雀 五伯僵土 公子若愿赐不死药一株就博主姓名 这亿万子民包括皇族在内 愿为您安前马后万死不死 然而这一戏话换来的 却是君逍遥的轻蔑一笑 我君家所住的皇州光是土地 就比这里大白 更何况皇州旁边的稻州 也在君家的掌控之中 何须你这一个小小火舟为我所 听到这里玉儿下意识地捏了下手 表示如果公子怨赐不死药 自己可以奉公子为主 一生为奴为婢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众人一阵反对 可君逍遥却笑出了声 看到我身后的小林子妹 此人纵横江湖二十三年 端茶道水洗衣蝶被杀人放火 谋财害命样样惊痛 她就是我的侍女 你认为你能取代她吗 你们这些小姑娘 不要以为出卖自己的身体 就能获得利益 给你只条名路吧 这个国家的子民 似乎都很尊敬你这位皇女 但我不确定 你是否值得他们尊敬 如果朱雀皇族是一个 连子民都保护不了的废物 我又凭什么将珍贵的 不死药浪费在你们身上 三天后我会离开这个国家 到那时如果还不能让我改变主意 那就说明不死药和你们无缘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路上看着一言不发的君玲珑 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随即便率先打破僵局 询问她是否是在怪自己 为难她的小姐 玲珑岂敢违背您的意思 只不过玲珑记得自己 好像没有杀人放火 魂穿到这个世界自带神机系统 堪称同龄人无敌的存在 甚至可以越级挑战修仙大王 以至于来到朱雀古国签到成功 系统奖励了古代圣兵奉明 奇山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用金手指通关游戏多没意思 所以我不仅要学会弹琴 还要学跳舞 有机会的话还想当铁匠和木匠 然后想办法搞出来计算机 开发电子游戏 此话一出顿时又惹的君玲珑 一脑袋问号 而看着懵逼的君玲珑 君逍遥也没有在意她 只是笑着表示 话说你那个闺蜜 到底会用什么办法 让我改变主意 我很期待的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的是 她的性格远比 她现在表现出来的 要更加张扬 话音刚落只见一位婆婆 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 来人正是照顾君玲珑 起居的花婆 小姐就在刚刚你的那位朋友 带着修书去找 青龙古国的大皇子 我靠 这是什么剧情展开啊 走走走 快一起去看看戏 时间线回到几个小时前 此刻玉儿殿下 正握着并威国王的手 表达着决心 我不知道那样做对不对 贸然行动的话 很可能会给 朱雀古国带来王婆之威 然而听着女儿的话 老国王却没在意那么多 还特意为她 打了一技强行针 若你真的想做 那就去做宝威复兴 只要神火不灭 朱雀就不会亡 而在两人谈完话后 玉儿很快便只身 来到了青龙古国使者住所 此刻青龙古国大皇子 正一脸阴霾地 听着玉儿说话 修书我已带来 即日起朱雀古国 和青龙古国解除联姻 还请殿下即刻返程 数不远送 你是在羞辱我吗 这时听着大皇子 愤怒的话 玉儿直接来了的反将军 表示事实好像是 你一直在羞辱我 甚至羞辱整个朱雀古国吧 表面上说得很好 要以不死要为聘礼 和我澄清 婚期却定在了三年后 可我父王还能撑到那天吗 你手下天天 折辱我朱雀子民 你有管过吗 如果你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底线 这时被修书砸脸的大皇子 竟不怒返校 挺硬气啊 有了后台就是不一样了 听说日前有位白衣公子 闯入了你的寝宫 而后又大摇大摆地 从正门离开 应该是你的小情人吧 如此的你不过是 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玩物 用身体交换不死要自甘下见 确实没资格入我们 青龙古国的国门 这时就在两人队之间 隐身在暗处的君逍遥 听着二人对话 差点笑出了声 随即果然在他期待目光下 玉儿殿下便开始了反击 原来我只是觉得 你有点斯文败类 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 你很可怜 一个只能靠一想和侮辱 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尊 作为一个男人 不是应该很可悲吗 话音当落 只见气急败坏的大皇子 向后蓄力剑 下一秒直接大手一挥 对着玉儿殿下的胸口 就是一掌 强大的力道足足 让玉儿向后飞行了数米 这才停了下来 而当大皇子看到玉儿 选择不反抗内心 便已经开始后悔 紧接着伴随君逍遥 看戏的目光下 只见一道露出邪笑的身影 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朱雀国最受尊敬的 圣女公主殿下 却卸下所有防备 正面承受了男人的权力一击 可那明显承受后 会让自己内脏粉碎的力量 却被女孩周身 散发出的火焰 全部洗手 我受你这一掌 两国的勤奋就此结清 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 请你离开大皇子殿下 话音刚落 愤怒的大皇子 大吼出败玉儿名字的同时 手中灵力闪烁 便对着败玉儿再次打去 当玉儿做出防御姿态 正准备迎接攻击时 反正一道爆炸神残疏 烟雾散去 令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大皇子的攻击 竟然被单手挡住 我喜欢你的回答 你说服我了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 玉儿殿下兴奋不已 然而大皇子却一脸问号 只是询问着你是谁 我就是你口中玉儿的小情人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他瞄得你们这对狗男女 苍龙破天拳 不好意思 我现在看到龙族就有点心痛 这时随着君逍遥 一季节龙首正面击中了大皇子 痛苦的嚎叫声 瞬间传遍了整座后宫 大家都没想到 堂堂青龙古国大皇子 并会被一招秒杀 毫无还手之力 震惊之于败玉儿 急忙把头转向身旁 询问君灵龙公子 现在是什么修为 萧尘也算是四项 古国名声显赫的天教 竟如此轻易被击败 公子目前是神乔庆后期 是超出你们俩整整两个大镜 而且公子今年只有十岁 虽然他看上去挺大致的 但事实就是如此 画面转到战场中央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 萧尘将外套抛向空中的同时 周身雷光不断闪烁 气息竟在短短几秒间开始暴增 龙气加深 看来你有点机缘在身了 而听着君逍遥戏谑谑的言语 让萧尘更加怒上加怒 挥出绝学青龙天作印 就要君逍遥给他跪下 听你也配让我跪下 说完手掌瞬间金光汇聚 下一秒在真龙困天树 被喊出来的同时 便看到了金龙一 玩爆了萧尘的攻击 并直接对着他本体袭来 随即根本由不得萧尘 做出任何反应 金龙攻击便有迅为 知识正面公众 一身坑柱就弱者 双目空洞丧失最终性能 击败他的金龙在脑海中一声 男人这才后知后绝 面前之人是他一辈子 都不可逾越的鸿沟 可看着君逍遥蔑蔑视的眼神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最后的执念被彻底激发 然而君逍遥看到 萧全还想疏死一波 眼神微眯皱了皱眉间 下一秒手掌向下挥舞的一叉 无数道剑影 便以催枯拉朽之事 来到了萧尘身前 手指微屈就要将其当场射杀 却被玉儿殿下大叫阻止了攻击 这一幕不仅惹得君逍遥极为不熟 就连萧尘也感到不可思议 纳闷败玉儿难道是要救他 却逗得君逍遥笑出了声 随即只见君逍遥手掌内灵光突然闪烁 紧接着萧尘便被禁锢提到了半空中 反观萧尘即使认出了此招乃是隔空事物 但他却还是无能为力只能沦为鱼肉 这时只见君逍遥手掌突然紧握 向后扯力的瞬间 一道青色龙魂便被他从萧尘体内拽了 这就是你以为傲的容器 黄州军家君逍遥 记住这个名字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复仇 说完全风便向着远处大力挥舞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就这样像被扔垃圾一样甩飞了出去 见此情形皇女拜玉儿脸都要绿了 直到听说了萧尘没被弄死 只是被废了经脉沦为废人 这才松了口气 说完君逍遥便把龙魂再次提取了出 突然将其推入进了拜玉儿身体中 青龙行墓你行火 以墓生火 这龙气能助你突破真灵进你收下来 听到这里拜玉儿本想磕头道谢 无料却被君逍遥阻止表示 先别急着谢我 带我去见你父亲之后再谢也不吃 说完便在拜玉儿欣喜雀跃的引领下 向着皇宫内院走去 号称国服第一神医 如今却眉头紧锁 给国王下达了死亡诏书 原来国主身患不治之症 即便是华佗在世也必将回天法术 这次伴着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皇女拜玉儿竟真的将国王为一生的希望带了过来 国主拖着油镜灯窟的身躯 起身咳嗽几下后 这才看清了玉儿殿下身后那道身影 听着玉儿的介绍来人正是君家的神子君逍遥 而国主怎么也没想到 来救她的会是前段时间硬抗幽龙至尊的君家零号序 所以她根本不敢有任何怠慢拖着病体 就要向君逍遥请安心 不料却被君逍遥蜗蜒言回绝 国主不必如此 省去那些繁文辱节 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 所以我会信守承诺 赠予阁下一株不死药 这时看着在整个荒谷仙玉 都找不出几株的麒麟不死药 君逍遥一出手便是四株 直接让国主再次刷新了 自己对荒谷世家的底蕴认知 但君逍遥却把丑话说在了前头 要是如果国主接受了不死药 那么从此以后 朱雀古佛便将臣服于我君逍遥 成为我个人的附属 听到这里 国主明显对君逍遥说的话震惊了一下 随即脑海中快速旋转 最后目光看到了皇女拜玉儿点头的举动后 便毫不犹豫地双膝跪地 向着君逍遥行跪拜大女 至此在神子君逍遥走出宗门后 第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附属国 就这样宣布归位了 南风刺骨凄凉惨淡 画面的另一端 刚被君逍遥击败的青龙古国大皇子 走在大街上 正接受着百姓们嘲讽和谩骂 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以至于走到了荒郊野外 他终于没能控制住内心的冲动 对着面前的大树开始无差别打击 肆意地宣泄着情绪 直到大树被轰地倒在了地上 羞愤的哭声刚要传出 这时脑海中一道声音突然出现 我青龙古国的后人 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吗 这时就在萧尘四处张望 寻找声音来源时 位于脖子上的项链 突然发出耀眼光芒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便席卷了大地 带到气息散去 一道长有龙角的巍峨身影 便映入了眼睛 怎么 后人已经将老夫遗忘了 一代青龙古国大皇子 竟被一个老头当街训斥 然而当他看清来人长相后 却不怒反笑 原来项链中出现的人 正是家里庭院中央摆放的雕像本尊 青龙古国的开国老祖青龙上人 练出祖先后 萧尘紧忙赴身行礼 随即听着老祖 对他刚刚举动的不满话 一时间头血上涌的 他进口出狂言反过来质问老祖 宁可是半只脚踏入至尊的强者 看到君逍遥如此放肆 您为何不出手将其当场震杀难 听到这里青龙老祖虽然内心不满 但还是对着面前 这位家族未来继承者耐心解释起来 先不说老夫如今的实力 已经不足巅峰期的十分之一 光是那君逍遥君家 神子灵号序列的身份 就不是我们青龙古国可以招惹 就在不久前 君家老祖刚出手 斩杀了和我同境界的幽龙至尊 君家代代都出疯子 若是听了你的话对他出手 不出半日青龙古国 就会被君家移为平地 这时看着一脸颓废的萧尘 老祖微微一笑称赞 萧尘乃是青龙古国的气韵之子 老夫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青天化龙不破不利 老夫今日便把青龙化天爵传授给你 只要将其修炼大成 君逍遥今日给你的羞辱 你一定可以百倍奉 数月后画面来到朱雀皇宫内院 看着面前正盘坐修炼的君逍遥 拜愿忍不住发出惊叹 感慨神子短短数月境界 就已经来到了神桥境大圆满 这修炼速度还真是让人叹息极度 然而君逍遥却没这么想 可能只有他才知道这种修炼速度 对于君逍遥已经算是慢了 恐怕大部分时间都是浪费在路线剑绝上 不久后伴着君逍遥双眼威争 君逍遥电开始步入正体 刚刚收到君家传信 是将剑公子寄来的消息 话音刚落只见君逍遥的脑海中 先是一堆问号缓慢略 紧接着一个长有浓黑眉毛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脑海中 而看着君逍遥点了下头 君逍遥这才敢将密令打开查看 神子敬起 南原道州异象显露 有至尊气息弥漫 若无意外当为原天至尊密藏出世 克此告知 杖剑静上 听得信中那过分尊敬的语气 让君逍遥不禁感到一阵困 直到听了君逍遥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蓝青雅的事 君杖剑才领了君逍遥一份人情 这才恍然大悟 那么既然这样足凶的好义武便收效 说完又把目光看向拜月儿 询问其父亲撞谋 回公子 父王吃了不死药后身体已无大碍 现在正借助着不死药的药效尝试突破圣经 听到这里君逍遥也没强迫拜月儿 一起跟随他去南原道州 只是嘱咐了月儿他走以后 若有事随时传信给灵罗 我君逍遥的人是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欺负的 于是三千道州昆州 又被称为地狱平级流寇横起 夭兽掠天的遗弃之地 少年初登这片荒芜之地 漫天飞兽吹响的一角 目光扫尸的一瞬间突然开始聚焦 手臂向后蓄力解 一股蓝色能量自首掌复 快速过去 下一秒 青天四龙首五个字便被萧尘喊住 待到无二地之时 妖兽已被一分为二生机全无 不错 能在短短数月就将青天化龙爵修炼到第四处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境中期 不愧是我青龙谷国的国运之子 听到夸赞萧尘本想表达谦逊败谢老祖馈责 不料却被一阵马蹄声突然打断 嘿嘿 每人往哪跑 在昆州范围内 还没有人能摆脱我们魔狼道的追击 此刻不远处 萧尘已然也听到了盗贼的自爆名号 并且经过老祖判断 他们的头领实力已经达到了归意境 而这一境界正是突破神桥境后的下一个大境界 不明白此人已有如此实力为何作否 让萧尘对着头领露出了鄙视的神情 但在场的所有人可能都想不到 劫匪此刻追逐的美人 如果不是无法动用修为 他们的人头或许早已增加 美人 你还是老实跟我回家吧 话应当落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笔直地落在了头领的正前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未知一景 然而当萧尘露出那副乳绣未干的面容之后 这才惹得劫匪们开始哈哈大笑 哪里来的毛头小子敢管我们魔狼道的事 实相地赶紧滚讽 然而还没等头领的话说完 萧尘的拳头已然来到了他面前 根本没看清萧尘是什么时候动手 那头领便被一拳轰飞倒在地上不知死 见状剩下的匪徒本想群起而攻之 而随着青天化龙绝的再次试试 仅仅是一个照面 周身五米开外便以视横遍野气息全无 一套动作下来萧尘这才注意到了身后之 可他也没想到自己随手打抱不平就 薄杀之后藏着的竟是一张世间罕见的绝世容颜 英雄救美本想一走了之 却被藏在身体中的老祖一语惊醒 听说了此女竟然可以瞒得过至尊强者的探查 身上必有重保护体身份肯定尊贵 因此萧尘便立刻修正了态度 并邀请女孩剩下的路一起同行以保护她的安全 因为萧尘刚刚才继承了老祖的绝世身后 一路上遇到妖兽根本用不上女孩动手 这也让女孩慢慢接受了这个意外遇到的荒谬 夜晚十分寂静无声 只有一丝丝火焰燃烧的声响围绕在两人身边 伴随着萧尘把刚烤好的鸡腿递给了女孩 头杀摘下 当女孩露出真容的一瞬间 那一抹火光硬衬着的绝世容颜不禁让萧尘脸色骤然变幅 这尴尬一幕也惹得女孩无嘴偷笑 等萧尘反应过来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只是想起了那副新的未婚妻没有别的意思情谅解 而随着两人敞开心扉聊了几个时辰之后 只见女孩突然愤怒起身 那驾驶就是要替萧尘去找她口中所谓的世家公子报道 随即听着萧尘的委婉拒绝更是怒火中烧 下一秒一道令萧尘欢喜的话便传进了阿宋 萧尘你记住不管那世家祖地是谁我都无选 如果让我知道那家伙还敢继续仗势欺人 我五明月定要让她知道什么叫后 听到这里萧尘表面上还在劝五明月萧萧气 实则内心早就乐开了话 暗自窃喜这下有了盘武神朝的长公主相中 君萧尘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 另外一边只见君萧尘一个喷嚏突然打了出来 她喵的是谁在暗地里骂我真是佛 这事伴着君灵龙的小口微开 可看九龙玉米飞车之外 一座庞大宏伟的岛屿便映入了眼睛 四只神鹿齐鸣狂风骤起 君家的先前部队已经做好了迎接准备 脚步轻抬君萧尘缓慢走下了降落 君家子弟拜见神子 这时君萧尘显然也认出了为首之人 就是和他曾有些过节的君家帝时序列军杖剑 但他却像四不计的两人的恩怨一样让几人伏笔多了 都是君家子弟不要太过生存 见此情形君杖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趁着热乎近几忙开始了介绍 此人乃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 话音刚落听着老道的恭维之词 君萧尘也明白了此人的身份 定然是在道极天宗宗主之上 随即也不敢怠慢连忙回问 老道早已为神子安排好的诸所这边请问 他的颜值不仅让六十岁大叔都记得 恨自己不是女儿生 否则定要给他生猴子 还让一群美女为他心脏骤挺 心生爱意逃课也要看他一眼 他就是被地球人称为君妖子的君家神子君萧尧 但此时他却没有心情理会身后那些生子 从君杖剑的口中得知 这次君家前来探查天元至尊逆藏的还有君万杰 而那被称为君家第五序列拥有雷杰战体的从凶 也正是对君逍遥零号序列身份最反对的人 与此同时在道极天宗的一间客房内 君万杰正盘膝打坐运行工法 只见其周身雷光闪烁却伤不了他分毫 就在雷影即将炸裂的一瞬间双眼突然睁开 原来是君万杰的追随者黑土前来汇报情报 而听说了君逍遥也来到了道极天宗 君万杰忍不住开始吐槽起了君杖剑填勾恶行 剑状黑土连忙附和着表示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怎能和大人名相对 没有谁生外殿理应高高在身 看着吧 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 另外一边位于红州的祖龙巢 只见一道娇小身影正向的一处悬崖边走去 再来到边缘的遗产 一道庞大巍峨的龙影并不然自水龙泵发而出 然而小女孩见到青龙不仅没害怕反而异常行星 原来小女孩正是苍龙古皇之后龙女龙碧池 面前的青龙就是她的老祖 此次将龙碧池叫来的目的就是要她前去天元至尊密藏 夺回族内丢失的远古龙 并且还特意嘱咐了一定要注意君逍遥 然而龙碧池听到这里却丝毫没把君逍遥放给人 有的老祖不免发出一声叹息刚要出言训斥 可龙碧池根本没给老祖机会 行李告别后便转身离开了原地 画面转到另一边 同样因为老祖的灵魂附身存在 青龙谷国大皇子肖辰也得知了天元至尊密藏消息 夺取远古龙谷自然也成了她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随即她便没有犹豫 在和明月公主告别之后 便静止地朝着道极天中飞去 就在骑上飞鸟的一刻 又突然回头叫住了明月 终有一日我会亲自去盘武神朝群 我肖辰说话算数 绝不失言 说完便潇洒转身向着远处及时而去 可五明月听完后面色微红尖又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这小子胡说什么呢 我们之间终究是不可能 他一天到现在已经打了五百个哈气 等待秘境开启让他不敢入睡连茶叶都要喝光了 百无聊赖之际信德侍女提醒还毛色顿开 公子不是要学琴吗 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再不如向他讨教一下 听到这里君逍遥紧忙将目光转向了足媚君雪皇身上 见状雪皇也表达了自己的确精通些情义 但相比于线武情宗的娇女们还是不值得一提 话音刚落没想到那平时高高在上的君家神子 竟直接来到了雪皇身边露出一副讨好逆人的神情来 以至于让众人都忍不住开始唤醒 难道神子平时是个逗逼 只有战斗的时候才会正经起来 然而君玲龙却早就对此习以为常 当下只是把目光停留在了桌子上即将被喝光的茶水上 不久后画面来到街上一家茶馆内 面对着店家对客户异常热情的销售态度 在即将把他家的茶叶夸上天使 君玲龙直接拿出了一打紫钱让他赶紧闭上了嘴 可就在这时茶叶净的一只大手突然按了下来 抱歉 这万年份的清新灵茶我要了 说完那人本以为君玲龙会因此恼火甚至忍不住对他出事 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一张极其平淡的脸 老板 能告诉我还有哪里卖这种万年灵茶吗 这条街的灵茶我全都要了 听到这里君玲龙是真的忍不住 直接对着来人拘了一躬那架势就像参加葬礼一般 因为他已经从来人身上看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影子 如此挑衅君家贵女 你是不想活了吗 话音刚落只见来人目光转移间 下一秒直接闪现跃到了五米开外 但君杖剑也没去追他 只是提醒君玲龙此人乃是君万劫的追随者黑土 是故意针对你的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此时黑土显然也认出了来人乃是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 随即便忍不住开始嘲讽 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一躲 如今沦为了她的舔狗 看这样应该是真的了哈哈 还没等黑土做出防御姿势 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锋利的剑人落在脖子上 让黑土明白了自己和君家第十序列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而就在君杖剑即将挥舞宝剑时 一股无形威压突然将她全部笼罩使其动弹不得 你好歹也是君家第十序列 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玲龙摇尾了 如此自甘堕落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的看弱 听着君万劫挑衅的话 让君杖剑忍不住对着天空咆哮你到底想做什么 话音当落只见君万劫突然露出邪魅一笑 紧接着右手抬起肩竖到雷影形成的一刹来 一道话语也团进了君杖剑的口中 做什么 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足地罢了这里有够吗 这万十克追究雷霆之怒 剑斩惊雷躲过致命一击 感受着体内残余的雷霆之力让君杖剑内心震满 仅是一招雷弓密法威力竟如此恐怖如斯 但同为君家序列君杖剑还是顶着压力 看向上方呵斥君万劫你想同是操哥吗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句警告 回去告诉君逍遥让他以后做事低调的 话音当落就连君万劫手下黑土也过来凑起了热 告诉你们家神子 我家大人才是君家新一代的顶娘柱 说完两人便消失在了原地 剑撞君杖剑这才松了口气听着君灵龙的询问 回头看向君灵龙时刹那间自己的心仿佛都要碎了 我挨揍的时候这女人居然还在给神子买茶 可想归想她还是把剑收回了墙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只是身体还有点麻麻 而听着君灵龙问自己要不要将此事告诉神子时 想到君逍遥断不会善罢甘休 君杖剑还是建议两人不要生仗 密藏开启在即还是不要内斗的好 不久后就在两人回到住所前屋内突然传出异想 极其难听的声音让两人在原地驻足了许景 直到君杖剑忍不住问君灵龙可知这是何因 君灵龙猜测可能是神子在练起 打开房门后证明了果然还是灵龙了解君逍遥 而见到两人回来君逍遥本想炫耀自己的情意已经出剑成事 下一秒眼神微凝间还没等两人做出解释 来到君杖剑身前直接抓住了她的手 你和谁打架了 君逍遥问出此话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以她的实力见到君杖剑回来时 便看出了她体内的雷霆之力已经渗透进了经脉 如果不立刻处理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 随即君逍遥也没犹豫只是让君杖剑把牙关咬紧 紧接着一股磅礴之力瞬间涌入到了体内 伴随着残余的雷霆之力被慢慢驱逐 君杖剑这才明白如果不是神子自己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不久后随着君逍遥用灵器将君杖剑的经脉全部疏通 还莫等君杖剑磕头致谢便再次传来的君逍遥的问话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好了再回答 是谁伤了你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君万杰的住所 此刻小弟黑土还在捧臭脚表路中心 可就在君万杰自认君逍遥要是稍微有点短 就会选择在密藏开启之后找她时 伴随着一股恐怖威压突然降临 君万杰眉头紧促间 直接带着飞子冲破窗户向着屋外跑去 只见屋外一道庞大的金色手挡已然到达了住所上头 下一秒直接以飞不拉雪之势将着不过楼宇全部拟走 我这人啊从来不计隔夜仇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我都会当场打回去 IT手下仆人讨要说 却被对方用稍作惩戒为影 而且还反过来嘲讽男孩没风度不配神子之称 不曾想神子听了警示微微一笑 紧接着就在电光火时间 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君逍遥的手便也按在了君万杰的仆人黑土脸上 下一秒已经爆发直接向着地面大力砸去 恐怖威压瞬间笼罩整个天 而让君万杰更为震怒的还是君逍遥接下来说出来 放心我只是稍作惩戒没杀他 想必以足凶的风度肯定不会怪罪的事 发音当落只见君万杰周身已然雷光闪出 下一秒直接使徒绝学八荒金雷掌对着君逍遥正面风去 却没想到君逍遥仅仅是将胳膊缓慢抬起 两人手掌接触的一刹那 一股催枯拉朽之力瞬间传出 直接将君万杰正面轰飞了出去 这时身后黑土的咆哮声突然传出 黑雾弥漫间竟想用献祭的邪术对付君逍遥 然而事实就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 随着君逍遥的眼神转移到黑土身上 刹那间一道金色能量链条直接贯穿到黑土的身体 随即在君逍遥喊出地狱伦如四个字 一股不可控制的吸尘力便瞬间将黑土吸尽了猛气主 这下也将回过神来的君万杰撤击金 此刻雷电仿佛如他的兵器一般随意调动 我修至尊法身具雷杰战体 当替天行法掌控万道雷杰 八雷禁卷 轰雷神 可即便面对如此雷霆一击 却只换来了君逍遥一剧夜来 万道金剑汇聚转眼间便形成了一道金色巨蜢 随着君逍遥默念出真龙困天数五个字吼 大手一挥 双方攻击正面相撞 只见君万杰的瞳孔瞬间怒争 这几义为傲的绝世功法就这样被残忍拈了 承受攻击的君万杰倒向地面生死不明 罗尼亚 是什么给你的自信来惹怒 人刚刚经历一场旷世大战 战败的屈辱感让他隐恨凶怒 又是不可抵抗的一脚踢在了自己身上 直到敢说自己如同垃圾一般可以被人随意丢弃 这一刻才终于明白 眼前之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而且他今年才只有十岁 战斗的声响很快便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 有人甚至已经开始猜测是君家内斗搞出来的动静 剑撞军仗剑紧忙向着神子传音 表示为了不让君家被嘲笑 还请速战速决抓紧彻力 手掌微曲轻轻叹出 堂堂军家序列高手就这样被耻辱地拎起了脑袋 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懒此气活 你我本是同族理应同仇敌开共进队 奈何你小肚鸡肠还愿意装逼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臣服于我做我的奴隶或者死 你选吧 听到这里君万杰本想起身保住自尊 不料君逍遥仅仅是将威压略威势 一句跪下传出 无形中的气势便已冲破了君万杰内心的平常 随着君逍遥三秒钟的考虑时间命令下 无数道画面不自觉地开始在君万杰的脑海中闪 直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影突然出现 一声哥哥让他直接控制住了内心的情感 君万杰愿臣服公子 此生此事万死不死 见此情形君逍遥也没有任何废话 手中灵光突然乍现 静止地朝着君万杰脑门按了手去 而伴随着无印缓慢成形 也预示着现在只需要君逍遥一个念头 就可以将其震杀 此刻的君万杰也终于放下了自尊 表示自己在下界还有个妹妹 当初他曾承诺妹妹一定会带她回到仙玉 然而上界的九天仙玉和下界的十方大陆 之间的壁垒可能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君逍遥仅仅用了一个以后可以帮助她的承诺 竟把君万杰感动得痛哭流停 与君家内斗爆发 种种传言瞬间弥漫而开 就连奴仆侍女都看不下去 然而君灵龙想说的却并不是君逍遥内斗的事 而是当这一样在之前曾被君逍遥收服的君杖界面前 劝诫神子以后再遇到挑战的事不要再高举侵放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怜悯别人就是在给自己埋坑 无论是刚刚战败的君万杰或者是之前的蓝清雅事件 都给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君家神子是个仁慈的人 即便招惹了也不会被杀 甚至运气好还可以过得利用 因此以后来找事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 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啊 那个黑小子不是被干掉了吗 听完君逍遥的回答君灵龙还想出言劝谨 突然又被神子一句给你讲个故事把掖了回去 从前有个少年自幼无父无母 被算命瞎子收养孤苦无依 有一次他曾因为救助溺水而同 反被埋怨自己就是推人入水的凶手 还让人打了一顿 可就在男孩觉得委屈时 算命先生却又问他如果再次遇到这样的事 还会伸出援手 得到的回答竟还是肯定的 如果那儿童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被撞死 或者再次逆死 自己肯定会拍手较好 但要是发生眼前他还是不会袖手旁观 如此才会心安 在算命瞎子口中能顺从自己内心的行动而自由活动 便被人们称为逍遥 终有一日你会因此受到上天倦目 从而站上世界巅峰 听到这里当君灵龙询问你该不会说这个孩子是你 君逍遥又用言语旁色了过去 表示即便我杀了曾祖心无忌 在这大争之事也不会让那些添骄荡气 我留他们一命不是因为我忍辞 而是这样做令我很准 我明逍遥若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还算什么逍遥 神子的异系话顿时让君灵龙毛色顿开 而就在主仆几人聊天时 位于不远处的高塔内 一名男子正眺望远方 君逍遥三个字缓慢地从口中流出 天仙玉 三足鼎立 坐拥十大序列 代代人才辈出的君家 拥有先天道太原灵道体的无数顶级天才江家 剑魔转是同辈无人出其左右的叶夫陈叶家 此刻名贯天下的玉三家 却沦为了人们谈论的效果 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才发生在南天城的君家内斗 而说起了玉三家 大家都不由地将目光锁定在了鸡旋身上 表示鸡家想当年也曾位列玉三家之一 对内斗之事该做何感想 换来的却是鸡旋微微一笑堂塞和开 鸡旋文文儒雅的性格让众人不免发出叹气 想当年您也是击败过君家序列的人 没想到如今不仅没有骄傲法而更加谦逊 真不愧被称为圣灵书院的小圣人 听完大家的追捧鸡旋表面上笑嘻嘻 实则内心早已把他们当成了蠢 和君逍遥争锋明显不是他的幕府 此行进入天元密葬内 如果能得到那样东西 他就能战赏年轻一代的颠奉 到那时还何须在意什么玉三家了 与此时一道光不气息 从天而降 惹来大荒森林无数妖兽为官 就连玉三家为首的各个势力长老 也被惊动来道歉 大家很快便看出了这次天元密葬四孤 里面散发出的黑气和抑郁的非暗物质 竟大致相处 话音刚落便惹来了青龙长老的嘲讽 扬言你们君家要是怕了 可以当个缩头乌龟就 你这青皮尼丘是想不纳黑皮尼丘的后场吗 君家长老的这句话 显然已经触控到了青龙长老的逆力 刚想动手 幸好将家长老出言阻止 这才就此做 要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是 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当然要继续 如果遇到点困难就退缩 那以后地路开启 这些天骄就也不必参加了 而此时看着不远处 那股阴暗宏伟的能量链条 君逍遥几人已经坐不住 这是一道光柱 突然自城中射向的空众 成形之后映入眼帘的镜是一面镜子 而这面镜子正是君家的补胜兵关天井 用来让君家长老们观看君家弟子 在密藏内的冰 伴着关天井出现 众位各方势力的长老佛影也出现在 表示天园密藏已经开启 不朽道统封天锁地老一辈修士 不得入眠 此次密藏凶险万分 实力弱者未保幸运因时去离开 现在我宣布 天园密藏正式开启 话应当落伴着君逍遥一句出发 麾下四大护卫应声而动 然后君逍遥的一句话更是振奋了大家的气 你们给我听好了 这次就让这荒天仙玉的所有人 来真正见识见识我们君家年轻一代的实力 世尊密藏开启无数强者蜂拥而上 先遇江家寄出法器灵船 展示大家族抵御领先姿态势不可挡 被撞飞的伞修们只能选择红投抵抗 想要一起出手来击败江家灵船的攻势 这时只见人群中一个白衣少年突然跺一跌 飞略江家灵船上空这才停下了走 精准落在了船的甲板上 而随着君逍遥抬起头的一刹 一道话语也同时传进了众人耳中 呦 这不是小姨吗 需要帮忙吗 目光所及之处还没等江胜一做出答复 只见君逍遥已经回头看向了君玲珑 收到指令的玲珑也没有任何有意 跳下船之后 一路上披荆斩棘将一众臭鱼烂虾全部击退你 见状君逍遥这才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但江胜一的注意力却丝毫没放在君玲珑身上 君家第十序列君杖剑 第七序列君雪皇 第五序列君万剑 看到这里让小姨江胜一也不免发出叹息 十岁宴上出席的三位序列竟都跟随在他身边 看来我这外甥已经大事出城了呀 话音刚落只见前方战场忽然一变 紧接着被轰飞的君玲珑便映入了众人眼中 直到玲珑稳住了身心 捂着右臂的伤口 这才发现 刚刚对他发出攻击的竟然是鬼面人熊 而且看那架是鬼面人熊已经进入了狂暴状 此刻的他修为已然堪比一个神桥近大后期的人类实验 这时君玲珑也听到了后方君逍遥发出 打不过我随时来救你残医 让君玲珑面色一黑直接拒绝了逍遥的好 整顿衣衫起脸容再次奔着鬼面人熊冲去 眼看着鬼熊举起猎枕 发出雷霆之怒大力朝着前方拍去 只见君玲珑利用身法碧齐锋芒来到了鬼熊身后 手掌微曲又骤然紧握 下一秒直接对着鬼面人熊就是一局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片天地 烟雾散去只留下了鬼熊的尸体躺在地上 这雷霆一击不免惹得在场众人发出惊叹 听说此女仅仅是君家神子的侍女而已 这羽三家之首的实力如此恐怖如斯吗 而话音之外不乏有明眼人也看到了其他强者的身影 同样以一击之力击败了挡路妖兽 正是被称为鸡家的小圣人鸡血 手指偏移再转到另外一处战场 一个身穿斗笠遮盖面容之人 也是稍一用力便击退了白犯妖兽 但不同的是大家都不认识发出攻击的人是谁 唯独君逍遥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微微一笑 有熟人来了呀 天元至尊秘境这下该热闹 手擎天召唤名神手 黑乎拉朽顺秒太狗凶手 装逼之势让众多粉丝眼前一亮 可等了一周就让我们看一套连招 就算是小白我也要发发牢骚了 就在刚刚听着君逍遥说他看到了熟人 君杖剑急忙开始捧臭剑 表示他也同样看到了熟人 便是和他有过一战的小圣人鸡血 那一战鸡血胜出告终 至此这小子就开始到处扬眼 自己战胜了君家序列真是可恶 然而就在两人对话间位于飞船的下方 消沉目光紧紧地锁定在君逍遥身上 嘴里念叨了一句随即略微偏了偏头 在其身后不远处一个头戴白纱帽的女子 赫然出现在他眼中 那一副翠绿色的眼睛目露凶忙 更是让他坚定了信心 几个时辰后飞船停留在了一处巨大裂缝正上 按照江圣一的推断 此次天元至尊密藏应该就在裂缝之内 而随着飞船缓慢开始顺着裂缝下降 一股股一变后的黑雾竟自动压制住了众人的气息 看着大家正运功抵御 唯独君逍遥自己一脸问候 后来听着江圣一解释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君逍遥身怀荒谷圣体 致阳智刚邪碎不轻 所以才会没有任何的 这时伴着飞船逐渐接近裂缝身处 那一股股一变 黑雾突然开始暴露 紧接着在军杖舰拿出宝剑的遗产 飞雾散去一道巨大的怪兽身影 便直愣愣地朝着飞船行 江江护卫们很快认出了怪物身份 乃是堪比归一境实力的太古一种恶魔猿 而同时随着恶魔猿的出现 也同样吸引了秘境外的各个家族 开始焦头接耳 你们君家的神子怕是要有麻烦 话音刚落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君家长老的微微一笑 与此同时秘境内军杖舰和君雪皇 已经动起了声 对着恶魔猿纷纷使出了必杀技 可由于境界相差太多 恶魔猿仅仅是用力挥出一掌 便将两人一同轰飞伤退 眼看着恶魔猿就是不想让飞船靠近秘境 没办法君逍遥只能选择了出手 伴随着一道道金色光芒开始规矩 成型的一瞬间便突然自君逍遥手中迸发而出 目标直指恶魔猿的脑袋 接触的一刹那瞬间爆炸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战斗结束时 君逍遥却突然命令大家后退 紧接着众人便看到了烟雾散去 浑身开始散发暗红气息的恶魔猿目露凶光 下一秒在其头角处暗红能量骤然汇聚 一向一刹那攻击直奔逍遥而来 可即便是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击 也仅仅是让君逍遥抬起了一个胳膊 神像阵御剑 名神守护 话音刚落只见一道金色名神赫然出现在了空中挡住了攻击 震慑住恶魔猿的同时 君逍遥的身影已经顺移到了恶魔猿鞋上方 随着一句人亡硬脱口而出 当恶魔猿看到金色光芒的时候 想逃已经晚了 神封铸就太补凶兽坟墓 一息之力彰显先遇君家威名 令众多天才望阳心探的不是别人 正是身怀荒谷圣体 先遇遇三家之首君家神子君逍遥 此刻出现在身后的气息让逍遥背感熟悉 所以在承认了自己就是君逍遥后 又反过来问起了女孩你又是何人 祖龙朝操龙族 龙地池 此话一出便惹得君逍遥一阵无语 表示你父母跟你有仇吗 是多么讨厌你才会得引起这个名字 这时还没得龙地池做出回音 一道惊眉突然从天而降 带到烟雾散去 和龙地池同样是太古遗嘱的九头狮子 便出现在了誓言 可他刚一出现就扬言要让君逍遥做自己追随者 惹得两人都是一脸问号无语迷焰 紧接着一阵狂风又骤然袭来 下一秒一道嘲讽声便由吞天鹊脱合 人族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追随者 能成为餐桌上的食物已经是他们的荣幸 然而君逍遥听到他说的话根本没打算搭 只是偏过头问龙地池 你们太古兽族扯过这么多 显然吞天鹊也听到了君逍遥的吵火 怒骂一声直接释放出了非灵剑羽处的逍遥喜来 反观剑羽背后恶魔之意呼之欲处 在剑羽即将近身时 赤膀开始快速旋转 将癌饭攻击全部挡下 吞天鹊的权力一击就这样被轻描淡写的话解而开 而相比于吞天气的震惊 九头狮子显然也没见过他吃饼的样子 便抓住机会开始落井下石 这时身后的飞船上一道船鹰也进入了逍遥耳中 逍遥你不要胡乱 九头狮子乃是九龄元胜之后 吞天鹊一族喜欢吃人肉都是出了名的 你单独对上他们太危险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可小姨关心的话却仅仅是让君逍遥微微一笑 大声回应江圣一不用紧张 两头畜生焉能翻天 话音刚落这下也彻底激入了吞天鹊 信誓全开施展出流星火雨再次向了逍遥席卷而来 然而目光所及君逍遥的身影已经消失不尽 带到他摆过来时背后也 根本没时间做出抵抗 一记手捞下去 只留下了一张冷漠恐怖的耳朵 和一颗被割断的吞天鹊投入 此刻场面突然陷入一阵静密中 直到吞天鹊的脑袋落在了九头狮子身前 一道话语这才从九头狮子口中传了什么 这特喵的就是传说中的秒杀吗 狮狮人族从对天启示永固为母 但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 十岁神童当面验证了那句老话 在绝对强大的实力面前都是第一 就在当当 太古一种九头狮子亲眼目睹的君逍遥击杀吞天鹊的雷霆手 神子展现出的实力让他忍不住冷汗直流 然而就在君逍遥转头面向他 要让九头狮子做自己的坐骑时 只见九头狮子像似被触碰逆领一般 二话不说长吸了一口气 直接对着君逍遥吼去 施吼宫强大的气势不仅让逍遥感到意外 就连身旁看热闹的众人也被牵连 感叹着这根本就不是神桥尽该有的战斗 力找变弘去力直奔君逍遥而去 要战便战 九头狮子绝不为奴 话言当落伴着一记重拳挥出 君逍遥侧身灵巧躲 下一秒又是一拳再次轰向逍遥的马 此刻一旁观战的龙地池突然倒出了九头狮子暴怒的力 原来九头狮子一族祖先曾被大地度化成为了坐骑 所以他们才将坐骑二字当作耻辱客的心 很显然君逍遥已经触碰了九头狮子的逆离 此时九头狮子周身开始散发层层火焰 见状神子也笑了笑汇聚名利 光芳神通一触即发正面对风 接触的一刹那两股能量交汇节 剧烈的爆炸声瞬间传出 直到逍遥被轰飞了数米这才安静下 眼看着烟雾中那道身影缓慢走 九个头颅同时闪现而出 就要对着神子使出致命一击 只见君逍遥沉声默念了一句兵法剧 下一秒无数道剑与便分别将九个头颅层层包围 一字斩命令泼口而出 就看见电光火时间战斗已然结束 只留下了一具倒在地上满身伤痕的九头狮子伸去 脚步声再次传出 此刻九头狮子也终于明白 面前之人的实力根本不是他可以对抗 我再问你一遍 你可愿当我做起 话音刚落不了 逍遥听到的回复竟是一个管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具管饭马便传了出来 随即只见君逍遥大手一挥怒喝出声 五菜一汤保证你顿顿有肉 至此一代太古一种九头狮子就这样被驯服 惹得船上笑声频频发出 我这小外甥还真有两下子 是文明太古荒兽九头狮子 如今却给一个十岁少年当了作解 惹得同为太古一种的小龙女大肆嘲讽 换来的姓是神子一句不服就感 龙浩天就是我杀的 现在你可以来报仇了 龙碧池听完君逍遥的话却不以为人 表示看自己的毛发颜色就知道和他根本不是一脉 但在龙族他还有一个妖孽哥 如果你想打架我可以帮你们约一下 君逍遥听完本不打算李慧转身一走了之 又被龙碧池的言语挑衅停下了酒 怎么我说错了吗 团说中的君家神子 其实和在场那些像狗一样未夺宝物相互厮杀的传播 本质上其实也没什么两个 太让我失望了 面对挑衅君逍遥也没有急着动手 只是将目光落在了龙碧池身上 眼神缓慢变得阴沉刚发出一声邪笑 突然又被不远处的尖叫声打断了情绪 快看那是至尊秘藏的入口 他终于开启 见状君逍遥只能笑了一下放弃了杀戮念头 系统签到任务没有任何提醒 显然是需要进入秘藏内签到的 随即便紧忙叫来了足兄足警 和江家小姨集合成了临时战队像的秘藏大门组 路过龙碧池时 君逍遥甚至都没多看他意义 因为在他的心里此人已经死了一半 此刻各方势力蜂拥而至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抢先进入秘藏 望着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的混乱场面 一个大胆想法突然闪现在龙碧池的脑海中 战蓝色秀发无风自动 一把长剑掏出的一刹那 天空中只见一道亮光骤然炸现 下一秒爆炸声瞬间响彻了整片天地 带到烟雾散去 只见龙碧池站在秘藏大门处笑起 金月刻满 诸位请回 话音刚落便看见大门上方时必露出道道列 爆炸碎裂成了无数块巨石 直接将秘藏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此情此景斗的秘藏外个大家族的长老们都笑出了声 但同时又纷纷开始担忧 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此次秘藏到底有多凶险 画面来到秘藏通道内 最先进入大门的先头部队 但闻到了一阵特殊气味后 一些人竟突然开始面部涨红双眼不满血丝 全身开始散发黑气邪叫出声 那架势犹如丧尸一般直奔大部队而来 并如入侵丧尸爆发 曾经的同门此刻都变成了仇家 手足相残一个接一个地被传染 恐慌的情绪让大家绝望发出最后的哀号 这时数到金光骤然乍现 一个十岁神童静紧用了一只手 就将邪物全部抹杀 没错 他不是别人正式逼王军家神子君逍遥 劫后余生众人为了减条命分分喝彩 然而看到君逍遥呆入目击的神情后 又整齐画一的全部闭上了 我说你们实力不够就别进一记来送死 难道你们是把这里当春游地点吗 话音当落看着大家惊恐的神子 让君逍遥不免想到了进入一记前 龙碧池说道 君家神子你和他们本质上没有去 随即逍遥也就选择了妥协 一句滚开指令发出 人群立刻分散形成了一条通道 攻君逍遥行走 这齐刷刷的一幕不禁让君逍遥心中暗自窃喜 感慨当坏人的感觉果真是爽翻天啊 没过多久在通道的尽头 一个庞大无比的地宫便出现在了眼前 看样子在他们没来之前 这里已经经历过一场残忍厮杀 感受着每个洞口熟悉的气息 君逍遥探查后便发现是 萧陈和鸡旋分别进入了各自通道 天过头看向君杖剑 表示曾和你有过节的鸡旋往那边去 话还没说完只见君杖剑 已经动身向了通道充全 而为了保险起见 逍遥又嘱咐君逍遥 让他跟在君杖剑身后有情况立刻传音 紧接着目光又落在君万杰身上 你和玲珑的任务就是去这个通道追个人 玲珑认识那个臭小子 还没等君玲珑发出疑惑声音 君逍遥一句给你的好姐妹整点礼物回去 就让君玲珑明白了神子用意 而当众人都走后 就只剩下一男一女一狮子留在了 可虽然君逍遥和江圣一是亲属关系 但双方久不见面孤男寡女共处一世场面 便陷入了尴尬中 幸好君逍遥大大咧咧没有多想 扬言要带着小姨随便到处走这才还整气 鱼子银池位于一记的另一 单独行动的龙壁池在走进一处洞穴后 点亮火把还没走多远 一道大咻声箭传进了尾桩 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祖龙 我萧尘要发达了 而伴随着龙壁池视线向声音方向 目光的镜头一句 大龙壁恶然出现在了视野中 下一秒一个极度嫌弃的表情 便浮现在了龙壁池脸上 这令所有龙祖子孙都垂涎欲滴的祖龙骸 他不仅可以让后人脱胎晃躏继生血 而且就连普通人得到他都能越龙门成为盖世强者 虽然萧尘领先所有人第一个找到了祖龙孩 但仅随而来的祖龙朝龙女却还是发出了警告 表示自己进入密藏的任务就是将祖先请回族内 不管阁下有何图谋还请速速离开 可萧尘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颇天的父母 扬言你这小姑娘太过霸了 未免太过把萧某放在眼里了 萧尘的话惹得龙壁池一脸问号 随即也不想再做多余解释 因为良言难劝该死都鬼 索性直接爆发出了恐怖威压 目标直奔萧尘而去 而萧尘显然已经提前做好了战斗主 纵身一跃顺身到龙女身前就是一举 不料换来的竟是龙壁池微微一笑 而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一剑回忆 却将萧尘轰飞了数米这才停下 见此情形附着在萧尘体内的老祖紧忙发出提醒 表示这小妮子修为在你之上 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定会生变 而感受着萧尘体内突然爆发出的熟悉气息 龙壁池正若有所思争大了双眼 萧尘一记苍龙破天拳便已经轰了过 单手硬抗接住攻击 我苍龙族的青天化龙爵 你是从哪里学到的这功能 眼看萧尘根本没打算理会自己的问 即将使出青龙撕天手的一刹马 利用技能后摇剑西一脚命中萧尘下 倒飞而出数米之后 萧尘这才强行稳住了身体 龙壁池的强大让萧尘已经准备要破釜舟使出秘密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无数道金色能量链条从天而降 目标直指龙壁池命名 龙女利用身法躲过攻击 发现脸上已被击伤留下了鲜血 带到烟雾散去 脚步声传出的同时 令萧尘惊喜的身影便出现在了视野 明月 你怎么来了 听着萧尘问话明月尴尬的只能选择隐藏真实相对 谎称自己听说至尊密藏现实 所以才来凑凑热闹 更高 喂 那个女孩离开了 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染指 听完明月的话龙壁池直接乐 伤口竟然迅速愈合的同时突然露出了争论 我家老祖的遗骨我不能染指留给你们糟线 还真是不要领 这地位尊贵的公主殿下 如今却被一个小屁孩喷得无言以对 只因心爱之人苦寻的至尊龙骨 正是女孩先祖遗留在密藏内的骸骨 眼看着明月公主一时雨色停滞不前 萧尘紧芒自身后大吼出声 天元至尊密藏内的宝物都是有能者居之 你祖龙朝想要独吞未免也心也太大了 说完看了看明月似乎又回到了自己阵 萧尘目光偏移再次看向龙壁池 表示其他四具远古龙骨自己可以不要 但至尊龙骨是关他日后的修炼 所以定会志在彼 说完又来到明月身边让他不用戳手 扬言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机缘 此话一出顿时让面纱内的明月脸颊骤然变回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脚却直接打断了两人的移动 废话真多呀 你最好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别让我瞧不起 落地几沙稳住身形后 不讲武德四个字刚从萧尘口中说出 根本来不及做出防御龙壁池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萧尘身体 见状明月只能选择再次出身 无数道金色能量链桃瞬间崩发而出 旋转恒魔击散了全部攻击 明月这才发现龙壁池使用的武器竟然是练剂 用阻碍神识的面纱遮住面骨 想必是不想暴露身份吧 你是谁我不感兴趣 但你若是要汤这浑水你就数 这时只见萧尘突然从身后偷袭出手 不讲武德在其身上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萧尘大喝让明月不要被花言巧语轻易迷糊 挥突右手攻击使龙壁池后退让出了一个身位 左手光芒聚集气息层层环绕 绝绝青龙是瞬间迸发直奔龙壁池而去 只能夸的一声萧尘双眼目睁 就看见龙壁池竟然穿过了攻击闪身来到身前 暗的萧尘脑袋力量爆发间大力向地面打击 烟雾消散看着面前龙壁池蔑视一切的目光 这一瞬间的感觉直击了萧尘的痛苦 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正是自己败给君逍遥的那一场 无形怒吼字体内不断回血 蓝色巨能还亮起将龙壁池弹开 总化的萧尘头发无风自动就要准备拼死一步 幸好明月及时出声将其制止 让他不要动怒表示自己有办法拨住龙壁池 利用这段时间拿走龙骨就可以避免两个巨杀 话音刚落只见明月周身金光浮现 下一秒直接亮出法宝捆金绳将龙壁池禁锢在了人 然而让龙壁池更震惊的却是被捆复后 发现自己竟然无法调用营免 明月见状对着萧尘大吼让他抓住机会夺取至尊龙 可让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萧尘竟选择忽略了龙骨直接一掌 瞬间洞穿了龙壁池的胸膛 理由就是一旦放在你堂 自己定会被祖龙朝追杀到 杜绝后患杀人灭息 这才是先欲该有的法 七岁公主殿下为爱转身勇闯至尊秘藏 祭出法宝困住敌人只为给心上人流出抢活龙壁的时间 无料男人却被信弃选择了偷袭 为了永绝后患竟利用龙女被困想要了她的命 一口鲜血狂喷而闯 雕尘手起刀落直接贯穿了龙壁池的胸膛 这肮脏又卑劣的手段让明月公主乱在了眼底 之前的种种好印象和眼下萧尘表现出 这一切产生了鲜明的对斗 这时由于明月心生恻隐之心导致困精神开始松动 龙壁池紧忙抓住机会正开束缚的王室 对个萧尘就是一拳 眼看着龙壁池心脏被刺穿了还能有所想法 萧尘闪针瞬间来到龙壁池身前就要割断她的脑袋 不曾想冰死之际龙壁池竟突然笑了起来 那一个闪回脑海中浮现的正是龙壁池的儿时玩伴 你整天好吃懒做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你修行倒是很努力不还是打不过我吗 听着龙壁池的话气得龙壁天牙齿痒痒 但打不过却是真的只能用言语法 警告龙壁池早晚会因为这张嘴丧命 龙壁池听完也没在意他的话 只是轻声询问着他每天拼命修炼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站在这个时代的巅峰成为大理 听完龙壁池的话让龙壁池感到一阵无语 心想这个连自己都打不过的臭小子竟还在做着成为大地的美貌 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 每天都在挥舞着刀剑夺取他人性命 而这显然是龙壁池最不能理解 这是当龙壁池反过来询问起龙壁池修炼的理由 答案差点惊掉了下来 我修炼的目的就是要环游世界 讲到此处龙壁池的双眼瞬间明亮了起来 那坚定的向往和信念 顿时让龙壁池看入了神脸颊骤然变回 随即紧忙岔开话题表示有如此理想就更要努力修炼 否则长大后要是遇到能要你命的人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听到这里只见龙壁池突然微微一笑 而他点出的答案 正是在灵影前他也会狠狠地咬下对方一块肉 人影消失一只蓝色巨龙屏风乍下 突如其来的反击直接令萧尘一口鲜血 回过神来急忙迅速凝聚灵力 使出青龙降魔再次和龙壁池正面对方 双方攻击炸开纷纷落上了地狱 眼看着萧尘气息萎靡四眼重伤记忆 龙壁池竟然又开始了嘴见 嘲讽萧尘不论你偷学多少子龙逃绷 都不可能真正化成真龙只配当个爬手 这下也彻底激怒了萧尘 手中灵力疯狂闪烁就要向龙壁池发出终极一击 而当明月察觉到了不对劲后 立刻大声提醒萧尘快后退 他要自爆龙元了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同归于尽的一刹 一道惊雷冲天而降 直接将两人崩溃分割了战场 来人正是奉军逍遥之命 前来复仇的军家序列军万子 我说这也太可惜了 马上都要奋出胜负了 你为何要在这时够出神 因为我看不惯 如果你君灵龙有意见 竟可以向神祖汇报就是 你这里分割战场 当起霸气本色 看清本元正是歇狱军家前来助了 明月公主认出军家子弟的同事 君灵龙却丝毫没有在意 只是看向了身旁的巨女 何必呢 就算自爆龙原有那个大小的护人 你也未必能伤了那个臭小子分毫 但至少能毁掉这些龙 说完龙碧池目光天移落在了霉电身影上 听闻此人乃是军家第五序列军万劫之后 巨龙消散幻化成了人形模样小嘴的威章 怎么 难道军家也对我家老祖的骨头感兴趣 我们是来找对面那个臭小子 此话一出顿时惹的明月公主姚锦达官 暗自咒骂萧尘你到底有多少的仇家 可龙碧池却突然笑出了声 表示这至尊龙骨蕴含我苍龙一脉的先天道法 更是拥有祖龙血脉 就算军家神子来了也不舍得放手 你俩在这装什么不在乎 谁告诉你不在乎 至尊龙骨乃是不可多得的至宝 我当然心动 但我军家向来堂堂正正不屑于趁人之危 况且军家迟早会杀进祖龙朝 届时你祖龙朝的一切都会是我军家的 何必在这种地方用下座手段 针对你一个小姑娘丢人现眼 听着军万杰指桑骂槐萧尘已经气得牙齿眼 反观龙碧池却露出了几个笑容 直接摊坐在了地上表示龙骨你们可以拿走 但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人 给那个臭小子本很难一巴掌不行 话音刚落只见军万杰脚步摸动间 下一秒瞬间以驯雷之势对着萧尘就是一巴掌 速度之快根本没给萧尘反应时间 就被尖翻在了地上 明月公主见识不妙急忙出手制止 并质问你们军家到底想做什么 而这个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军万杰的理解范畴 只能回头看向了一脸无语的军灵人 那小子在朱雀谷博求亲不成 冤枉神子通奸被神子打了一顿就是这么紧 听到这里军万杰也无语了 心中怒骂萧尘这个傻缺 他知道神子今年才只有十岁吗 这时看着明月公主对军家的话开始半信半疑 萧尘急忙出言阻止了交谈 手中灵光乍现 挥舞着青龙四天找直奔军万杰而去 可显然军万杰的实力要更胜一筹 雷电之力骤然爆发将萧尘全部拢荡 痛苦的嚎叫声瞬间传遍了整座洞群 眼看着萧尘危在旦夕 明月公主手指微曲光芒浮现 紧接着向后叙利 向前固然发力竖道能量链条直奔军万杰而去 这是盘武神朝的混元散神 然而认出明月公主身份后 军万杰不仅没后退法大笑吵声 下一秒直接使出了八荒金雷掌选择和明月正面对风 带到烟雾散去明月来到了萧尘身旁 此刻他也明白对手强大留在这里只能坐以待 然而当他刚想趁机带着萧尘逃离 君玲珑的身影便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不行啊公主殿下 都说过了我们是来找这小子 没听清楚话了 紧接着伴随玲珑一掌轰出 带有薄杀的帽子落地声音便传了出来 妖子逼王各堂开课了 孩子咳嗽老不好 多半是恋爱脑 这世上一旦如果有女修长出恋爱脑 无论你修为多高深 身份多高贵 多半你也是废了 有这么恐怖吗 当然恐怖 因为一旦患上此病 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了一个 而这个让你倾心付出全部的人 很有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 跳往更高处的天哪 所以如果遇到了恋爱 没惹到你就尽量躲远点尊重并祝福他们 如果惹到了你 必须揍他一顿下手 一定要狠一点直到揍醒他为止 金光肆意飘散 背驰咬着红唇 君玲珑百思不得其解 明月公主面对自己的攻击 不仅选择了正面硬抗 而且还把萧尘甩到了安全的点 难道这一切都是神子口中的那个绝症吗 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君玲珑再次汇聚灵力直奔萧尘而去 眼看着明月公主又要准备出手阻断 不曾想君玲珑醉翁之意图再久 来到萧尘身前的瞬间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向 一脚直接踢中了明月公主的腹 此刻到飞而出的明月很显然已经因为关心乱了阵间 连君玲珑的虚招实招都看不出来 我说姐妹你眼睛没问题了 你还真看上这小子 而面对君玲珑的调侃明月面色一红刚响便紧 来自萧尘的呐喊声突然传出 明月闪开 青龙震魔笑 眼看着萧尘偷袭发出致命一击 君玲珑自认此招他肯定挡不住便向后挪了影 紧接着树道雷电从天而降 君杖剑拦住攻击的同时还不忘埋态萧尘 你是真喜欢玩偷袭 话音刚落脚下地面骤然崩裂 雷光闪烁身影瞬间来到萧尘面前 按住了他的童子搓向高 向着地面大力砸起 眼丑的萧尘受伤惹的明月公主尖叫出声 君玲珑连忙在旁边开始煽风点火 看你出招的方式应该是盘武神朝的贵女 难怪这小子会上赶紫巴结 住口 休要继续侮辱萧尘 他对我的好绝非因为我的身份 我们的感情不是你这种思想肮脏的人可以评论 此话一出顿时点的君玲珑一脸问候 可喵的这世上还真的有这种恋爱脑啊 还本是身份尊贵的公主殿下 如今却被一个侍女当众打了屁股 而且还露了响 原来打他屁股的不是别人 正是连公主的父皇乃至整个盘武神朝都惹不起的存在 先遇君家神子君逍遥的贴身丫鬟 就在刚刚 君玲珑正对着明月公主苦口活心开始劝说 公主你说萧尘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才对你好 那你可知他得罪的人是谁 没错他惹的人就是我家公子君家神子君逍遥 所以仅凭他一个青龙古国皇子的身份 就算穷极一生也无法触摸到公子的背影 但如果可以拿身为不朽王朝的盘武神朝作为跳舞 想必追上公子背影的几率会大大提升吧 说到这里只见君玲珑突然伸出手掐住了明月的脸颊邪媚一笑 如果你无法帮他对付我家公子 你说他会不会也骂你是劈腿的剑 然后到处编排你呢 话音刚落一旁的萧尘显然已经忍不住 发出怒吼的同时利用团音 就要请求体内的老祖先身替他杀了所有人 这时只见青龙老祖先是抬起后看向了秘境上 随即祖龙朝长老震怒的神情便出现在了眼前 因此老祖只能叛了老祖 表示那些世家长老们正通过关天境注释的这种运气 若非你执意要杀那龙女我本是可以带你离开 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这时还没等萧尘反应过来 君万杰突然闪身来到他身前一把抓起了头发就要动手 而听到明月公主的喊叫雷光闪烁键 直接天降惊雷劈在了明月身上 说话注意点小姑娘 公子或有慈悲心可我君万杰却不是怜香惜玉之 你盘武神朝确定要与我君家为敌吗 此刻君万杰的话显然是击中了明月的内心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面对身为先玉玉三家之首的君家 就连他父皇见了恐怕大气都不敢闯一下 如今自己又能怎么样呢 然而这时一直若有所思的君玲龙却给了他一条生命 因为玲龙想到了神子的荒谷圣体要想觉醒第二一切 就必须得去一趟盘武神朝的盘武神才能 随即就看见君玲龙大力拍的下巴掌 挨压万杰公子不要动怒 这本是神子的私人恩怨和盘武神朝其实是没有关联 这莫名其妙的话让君万杰懵逼的一叉 君玲龙看向明月公主紧忙又跟了一句 如果公主你非要救肖臣也不是不可以 就要看身为盘武神朝贵女的你是否愿意去尊降鬼 话音刚落肖臣突然怒吼出声让明月别管他赶紧逃 换来的却是君万杰的雷霆一击 扑通一下直接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此刻明月公主心里也明白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谁都逃不掉 所以便咬了咬牙选择了妥协 见此情形君玲龙的脸在这一刻仿佛都要开花了一般笑说的事 紧接着拿出刘影珠交给君万杰便来到了明月公主身前 表示其实也不需要公主殿下做什么 只是配合自己一下就好 说完便将明月放倒在了自己腿上 深吸了一口气 手掌流上倒下挥舞间 竟然公开大力向着公主的屁股抽打下去 而且这一切还都被君万杰拿着的刘影珠记录了 此刻在君万杰对君玲龙内心产生恐惧的一刹 就连蜜镜外的长老们都忍不住笑出了事 还是他们年轻人玩的花呀哈哈 跟重伤一觉起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蜜镜之外 之前的凄惨战斗被女孩一笔带了 可男人不知道的是 救出她竟是以女孩的尊严为代价才能活命 想到刚刚君玲龙拿路向威胁她的嘴脸 明月公主看着肖尘面色缓慢红润见 紧忙调整情绪表示 接下来的路自己无法继续留在你身边了 因为她的守护人来了 如果不是守护人出手 等待肖尘的结果 就或许是被祖龙朝秦回折磨 说到这里明月公主又到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等她回到盘武神朝后 她父皇就会招到天下卫长公主征婚挑选父母 话音刚落只见肖尘抬起 投入出了从未有过的坚定目光 明月你放心 届时我会前去打败所有对手 堂堂正正地迎娶你 画面一转此刻身为远古神兽的九头狮子 正一脸嫌弃地看着前方 只见君逍遥在一堆破烂中突然找出了一个词品 那架势就像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一般大叫出手 反观身旁的江圣一开始模仿起了大人模样 让九头狮子不要见怪 毕竟小孩子爱玩了 可他却丝毫没留意自己已经为九头狮子编了九个发型 这时一道道脚步声突然传来 君逍遥闻声回眸的一刹门 一道令他感兴趣的身影便映入了眼 紧接着故作生气地耸了耸肩 质问两人为什么把这个嘴强王者带好了 随后经过了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事情连有 看着储物袋里面的四具龙骨和一具至尊龙骨 这天大的机缘不禁让君逍遥联想起来 这萧辰不会真是什么退婚流男主 可他那怂样子怎么也不可能和隔壁萧炎相提并论 君逍遥看着一直沉思不语的君逍遥还以为他在生气 便急忙表示他只是不想把龙碧池扔在那等死 如果神子要责罚君逍遥一定息听尊便 话音刚落君逍遥突然灵光一声 戏谑地看着君逍遥非问他是不是相中了龙碧池 惹得君万杰敢怒不敢言只能连连摇头表示死 收回笑龙君逍遥起身 目光停留在了龙碧池身上 此刻的龙碧池因心脏受创已经命在旦夕 一条金线引起他注意的同时 听说龙碧池正是因为此物才被活桌封住了修围 竟直接一把扯下装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住 而作为交换手掌易懂 一颗龙之心突然出现在手中 而君灵龙显然也马上认出了心脏的处处 那正是因挑战君逍遥落败 又被君家老祖命令神子亲自弯出来的龙之心